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话题呢预计用时半个小时左右 剩下的一个小时我们安排嘉宾与观众互动 在zoom会议室的听众可以举手发言 发言的时间呢尽量控制在一分钟 这样为了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参与互动 那么发言呢请尽量简明额要 如果说还有这个言言未尽的可以继续举手 好现在我先分别向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即将讨论的四个主题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新疆和内蒙 这个两个自治区的这个 现在有明显的这个汉化的趋势 汉化趋势就是中共现在在强行推进这个汉语教学 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些资料啊 呃包括这个呃一些迹象是民族通婚啊 就是这个呃内蒙这个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和这个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呃那么有一个迹象就是中共在强行推进 这个汉化的进程 那么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知道这个呃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非常晚近出现的一个概念 梁启昌先生提出来的 那么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建立在这个中华民族基础上 实乎一直有点问题 因为中华民族和汉族什么关系 对不对 这个既然是56个民族 这个民族国家怎么怎么建 这个是一个一个问题 我们想请君涛博士分析一下呃 这个晚近以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演变和中共 在这个呃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这个强行汉化之间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不同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呃上两周呢 就是呃这一周啊 这一周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提名大会结束四天时间 那么在之前呢是民主党的提名大会呃两位候选人拜登和这个呃川普啊呃两党的候选人分别得到提名 那么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这个呃 麦克米利先这个将军呢就是这个三军参谋长主席 他说军队不会介入大选 他说军队不会介入大选而且也不会呃介入解决大选以后的纷争啊 这个呃表态是一个什么的信号 而且我看到这个呃佩洛西也说这个拜登不要与这个呃川普这个辩论啊 这是什么信号啊还有这个呃希拉里建议这个呃拜登不要在呃这个当天选择这个认输啊呃这这两位这个老太太都是什么想法啊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呃竞选和上台啊2016年竞选和这个当选之后呢他一直打着两个口号叫美国优先和呃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啊 啊那么这两个口号呢显然一个是呃国际领域的一个是国内领域的呃虽然表面空泛但实际上都有实质内容 那么呃呃四年下来呃这个是不是有新的变化 因为我注意到在共和党的大会上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呃make a mark safe啊 啊让美国安全啊呃那我想这个是不是四年以后这个口号会有调整 或者说他的这些呃基本的政纲和意见也没有什么变化啊呃这个也是要让 郡涛帮咱们分析一下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呃伊朗制裁问题 伊朗制裁问题呢呃因为在联合国安理会呢15个常人15个这个成员中间呢呃美国的方案啊 呃没有只得到一一票认同啊呃是中美洲一个宏多拉斯吗什么一个小国家啊 那么英法德啊都都表示反对 那么现在呢呃蓬佩奥国务卿要强行推进 说这个9月20号之后啊当时是应该是8月20号吧 就30天时间给了30天时间美国将呃重新制裁伊朗 他要求安理会其他国家的根据啊 那么这个呃引发的这个美欧的矛盾啊因为欧洲也表示不同意 三国外长也发声表示不同意 那么这个矛盾将如何解决 未来美欧关系会是怎么样 现在王毅也正在欧洲访问 那么他是想这个拉住欧洲 那么欧洲会不会被中国拉过去 他和美国的这些呃国际这个关系上的这种矛盾 呃怎么怎么了怎么解决啊啊啊 那大概就是这么四个问题啊 我讲的有点啰嗦啊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 就是这个呃呃中共强行推进的这个呃汉化 是怎么一个情况 呃我想军涛博士您就这个话题来谈 对就是从我们现在介绍背景材料来看的话 实际上中共推行汉化 我觉得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这样的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的 就是中共呢 实际上它是出于这个国家的这种安全考虑 它的借口啊 是国家的安全角度考虑 但我们也知道借口呢 在很多上也反映了一些人的真实想法 就担心呢 中国在分离主义的倾向的增加的 会使得这个中国会陷于一个 极大的将来会陷于极大的不稳定 所以他们想通过呢 而他们认定呢 其实文化民族主义 这一点呢 可能是中国将来 这个分裂的一个重要的根源 就是说呃民族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民族主义在政治上说简单 就是一个民族呢 每个民族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然后用国家作为基本的政治工具 去在国际社会进行集体维权 就是实际上应该 你就做一个最粗陋的解释 就这样来解释他 那么那如果要是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呢 会导致当一个民族 在一个大的国家中的 这种认同感很强的时候 那么他们可能就会产生 分离主义形象 像独立出来建国 这是现代政治啊 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势性的现象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 国际政治学者和国际安全问题专家呢 对民族主义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 其实不是否定他这些比较怀疑的态度 那么因为他会给国际带来很多的不安定 就不管这个理由啊 正当不让就跟中国人一讲什么战国 是战国七雄之间的战争 会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很多灾难 但你说他说好像这叫春秋无意战 有什么叫无意战呢 这国家我们那国家给灭了 你说他是无意 那个站在保卫自己是无意 完了不管 他反正客观效果上 他会搞得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那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来呢 共产党的政府呢 那么他们担心呢 这些文化上的这种民族主义 将来会成为政治民族主义 就是政治建国的一个依据 所以他们想在这里文化民族主义已经打压 你可以看呢 中共实际上对很多现在在新疆 判很长刑的对高级知识分子呀 还有对西藏的僧侣进行惩罚 很大程度上都是想抑制 他们在发展本民族文化上 这个做的一些努力 其实这些人很多人不是分离主义者 甚至被当地的这个分离主义运动 就是政治民族主义 看作是什么维歼啦 猛歼呢 什么藏歼呢 他们竟是被海外流亡组织 甚至看成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被中共判了长刑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 维族在这个 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流亡组织 谈到就是那个 就是维族那个被判长刑 那个叫什么 还说呢 他就是我们维歼 就是共产党判 他实际上就是 这个他等于他搞错了 就是因为他是主张呢 这个 是民族大学那个吗 呃 我就忘了他名字 我跟他女儿也见不见 叫什么伊利哈姆是吧 对伊利哈姆 对对对 就是对 是 所以呢 这个那么 我呢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后来我就后来看了一下 他的材料 我就觉得他很尴尬 就是他是主张呢 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呢 维护和保存续和发展 这个民 这个维族的文化 但是后来在中间呢 他和民族政治民族主义 进行过一些善意的对话 那这个呢 会被变成就被看成是是 被共产党看成是分离主义 那我自己你知道 比如说我在八九年 有过这个尴尬的经历 就是说 当时你说跟学生 劝学生撤出广场吧 但是你在跟对话的过程中间 你就 你不能说学生错 对吧 你得肯定他的正确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从策略上考虑 但是在事后算账 他就会被人欲定为是 政治上实际上你是在操 你是想试图 就是肯定学生运动 因为这个当时 他也不管当时赵紫阳啊 阎明处这样 都是这个态度 那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说呢 这第一个动机呢 就是共产党担心 文化民族主义的 这个学起会成为 政治民族主义的一个来源 那么导致呢 中国的分裂 这是他们的话 这个那么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呢 他们也是在这个发展政治 在发展经济和社会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就他们的一些 这个汉 出生汉族的一些专家认为 如果让少数民族 能够发展的话 需要用这个 就是所谓他们的讲说 主流语言呢 能够对他们进行 现代的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这样的话 他们才可以在 汉族为主的社会中间 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是呢 就这些人呢 就是你要这些专业人士呢 他们其实在政治上的考虑 实际上他们没有什么 这个他们完全接受 中华国的所有 共产党中国的所有的 政治上的教条性说法 但另一方面呢 他们从这些教条性说法 如果都确认情况下 他们觉得少数民族的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维护 是跟他们能不能用 汉语去表达 现代知识有关系 所以其实在今天 我们传来的文献中间 如果我们把现在 关于什么计划生育啊 是个猛汉通婚 这些都刨开的话 主要就是在学校中间 把一些课程 就是原来用盟语教授的 自然科学等等 还有一些知识的课程 转为用汉语教学 那么这个是被看成是 要消灭少数民族啊 我觉得呢 他客观效果上 确实是这样一个问题 但这里就带出 另一个问题来啊 就是说 那么到底共产党 做这些事情 他有没有 他的正当意义 我们知道啊 就是在一个 现代社会中间 当你发生一个 政治冲突的时候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冲突啊 当你发生冲突的时候 实际上呢 谁都可能说的有道理 只要这个人 条理清晰 如果思维敏捷的话 他都可以在争论中 把他的话说的很有条理 把他立场表述的 好像能够得到 旁观者的一定的同情 因为旁观者 如果对双方都不投入感情的话 那么其实基本上 是谁表述的清楚 论据啊 事实啊 清楚他们就会同情谁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确实汉族知识分子啊 他占有优势 但是问题就是 共产党中国在国际社会上 太臭了 所以呢 这个他们这些 所有这些能言善变 最后都表现出了一种 这个文化上的霸凌 和政治上 而这文化上霸凌背后 这样反映一种 政治上的霸凌 不过我还是想把它还原到呢 这个问题上 其实说到底 共产党的担心 是对政治民族主义的担心 那么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 在多大程度上 一个国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 它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毫无疑问呢 刚才呢 徐光你也讲到了 中国呢 实际上是个多民族国家 是56个民族国家 特别是中国对五个民族 五大民族呢 还给予了他们 就是这个省一级的自治 这种政治地理单位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评判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要从 一般来讲说 在政治上有分歧 要回到法律的立场上去评判 法律立场有两个层面上的评判 第一 依照现行的法律看 那么这件事情的争端 它有没有道理 第二 依照这个更高层次 因为法有善法和恶法 如果所有的法律 存在的法律 都是正确的 都可以作为依据的话 那人类就可以不进步了 对吧 那么他就是因为 有些法律呢 是随着更高层次的原则 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 他们比较熟悉 就熟悉中世纪法律 和这个特别中世纪解体之后的 现代法学诞生的时候 他们有过像 有过法律有四个层次 像上帝法 还有自然法 还有这个宪法 还有现在的 这个一般的法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呢 现在有两个问题 可以提出讨论来 第一个讨论呢 就是如果在现行的中国 中华人格国的法律架构中 内蒙古呢 是一个自治区 在这个自治区中 如果它是一个自治区 原则上应该说 而且我认为 中华人格国也一再说过 他们有 蒙古人民有 存续和保留 发展自己 本民族文化的权利 在这一点上呢 如果你强行推行汉语 去表述知识的话 那我觉得在这点上 应该有违宪的嫌疑 但是问题就在这 中国有过这个法律 有过这样的一个 宪法性的表述 但他从来没有把它 界定为一个 观察到具体法律中 如果没有具体的法律的话 这里就带出了一个问题 就说 因为我也看了 就你给我猜了 有的蒙古的 这个美股的 这个家长不满意 他说难道在美国 如果假如说 要强迫你去学 那个去 不让你去进行英语教育 什么这类的 让你用汉语去讲 行吗 他其实这里 忽略了一天 在美国呢 你还真的就说 你如果英语是官方语言 是官定的官方语言的话 你就必须得要用英语 去进行教育 你不能用汉语去进行 但是美国没有官方语言 美国不 他这样 就通行来说 你看他美国 比如在宪法上 美国规定啊 就是所有的墨西哥 就是所有的事情呢 就是你要有语言解释 要有英语和西语 这两个语言 就说这是法定的要求 就是你的任何一个店啊 什么你的大公司 都要有两种语言 联合国会有五种语言 那么我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来说呢 就说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说如果他 他在法律上 他去有一个主流语言的话 他用这个主流语言 问题内蒙古情况比较特殊 比如我刚才我讲了美国 在后来再进入 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个之后呢 美国把西语也列为了一个必须的 就是说所有的语言呢 你有英语表述 必须还有西班牙语的表述 那么同时呢 美国尊重一些族裔社群中间 他们可以去要用 他们自己本民族的语言 在那些社区利用 本民族的语言进行表述 美国没有法律上限定 但是呢 打官司等等这些 全都是英语 作为奥菲卓兰维的 作为官方语言 这是一个确定的 因为你最后 你用什么语言 去解决你的争端嘛 所以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觉得要回过头来 要看了 我们就得看 因为美国他不是一个民 就他没有什么 这个除了印第安这个土著者 我没有研究过 他们的地方是一定要什么 但是美国基本上说 如果假如我认定 在一个 他没有这种自治 像中国这样的 那么假如说有的话 我认为这个地方 人应该用自己的文化 和自己的语言 来教书课 最多就是汉语 也列为一个 那么学生呢 要不然可以在两个边 进行选择 要不然两个就都得学 但是不可能就是 把汉语呢 作为一个独大的 然后把盟语给取消 这是不应该的 就像我们在美国 比如在有些学校中 进行双语教育的时候 他是应 他说你可以用汉语教育 但是你也得要加上英语教育 就同样的这个课程 你也要加上英语教育 这是一个 所以我觉得 但是这里又带出来了 如果要在中韩国范围里 那么对很多的蒙古人 觉得不公平 假如我们假定 要说假如自治区的概念 不像我在理解这样 在宪法上是承认 他们的用本民族文化 去本民族语言 去教传授知识 是一个宪法性权利的话 我觉得自治区的概念 当承认他这个宪法性的权利 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就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蒙古人 真的想要保留自己的文化 那他就得政治出走 就得要寻求政治独立 就是说 那么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才可以有一个 自己的民族国家 那么这个 所以我认为就是 共产党中国呢 在这个中间 他们挺蠢的 就是从世界潮流来看的话 他应当呢 让蒙古人自己去保留 自己的文化 然后呢 在实际的过程中 让蒙古人自己去做选择 因为实际上历史证明这一点 比如像关于我们看到美国 要在世界各国 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 就是你允许一个民族 保留他的文化 他不会去寻求独立 他相反呢 愿意借助这样的一个 大的政府环境 政治环境中去发展自己 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因为他所有的民族 假如他不是一个 在很激烈的政治冲突中的话 他或者有一些少数的人 有他自己的这种政治上的 这样一种报复的话 对多数人来说 在生活中什么样的便利 什么样机会多 他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目前来说呢 我觉得在共产党中国 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他在很多问题上 他不合理 招致了就是很多的力量 对他反对 所以他现在要把所有的 这种反对和不满 消除在萌芽之中的时候呢 他就瞄准了一些 本来在政治上 不是反对他的 他也把他列入了 可能的潜在的反对 于是加以禁止 实际上我认为呢 内蒙古的这种双 这种就是汉化的 强行推行汉化教育 就是出于这样一个动静 就是我刚才前面在讲的 一开始我讲到的 担心文化民族主义 会成为政治民族主义的 一个来源 我刚才讲 政治民族主义 就叫独立建国 把国家作为 集体维权的一个工具 这个呢我要说呢 就是把这个集体维权 就是一个在一个民族 或者一个社群 包括这个社群 不光是民族了 包括宗教了 包括就是这个社区了 包括性别呀 还有包括什么 这个呢 这种集体呀 这种维权实际上是 第四代人权概念 所以说这个呢 是在联合国中间 在国际中 日益承认的一种权力概念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体制呢 它建立的时候 应该也有一些 是列宁主义的一些色彩 比如像苏联那个建制 本来这个沙皇帝国 最后变成了加盟共和国 而这个加盟共和国呢 最终造成了这个 1991年的那个苏联解体 或者说俄国解体啊 从一个这个大帝国 这个变成一个 那我插一下徐光 其实呢 中国人对帝国的 很多的理解呀 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中华帝国和一般我们谈论的 就是在国际政权 谈论帝国是不一样 帝国是什么呢 其实帝国就是一个 就是它好像是一个国家 但其实不是 它就是我觉得帝国的概念 更像是当年就是清朝啊 它的李帆院管理的蒙古 西藏新疆 就实际上那里王公贵族 他们基本上的自治是独立的 然后呢 他们只是在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然后呢 帝国可以召唤他们 帝国有帝国的一套管理 但是呢 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 就在那些政治上的 很多的任命啊 其实的 只是在当地的军事上呢 可能会帝国 就是中央 中央的这个 会派一些管理 派一些总督啊等等 当地其他的 像清朝年 我们知道 云南的一些吐司 西藏的达赖 这西藏的喇嘛 还有新疆啊 还有这个蒙古地区的 这样的一些部落的首领 实际上 他们基本上自治 在他们之中 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去管理 对吧 这是帝国 后来 所以我就知道 后来中国的一些人 在形容共产党要搞红色帝国 所以我就讲 红色帝国 其实共产党搞的是单一制 他不是那种帝国的人 在政治上 那现在就说 我说这个前苏联 他为了 实际上为了应付这个 共和国体制呢 因为共和体制 必然就是帝国四分五裂嘛 那么他提出一个 加盟共和国的概念 那么在中国呢 他是 苏外联盟是吧 苏外联盟 对苏外联盟共和国 联盟这个概念 对联盟这个概念 那么中国呢 是以自治区这个方式 来应对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应对这个 民族国家独立的 因为在这个 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理论体系里头 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的 民族自决权的 那么你给他一个 自治区的这个体制 似乎还有点委屈 那个本地的主体民族了 那么那照您这样讲 因为如果说宪法上 他不改变的话 那他 实际上在每一个 这个自治区 这个主体民族的 那个心目中间 共产党始终欠他们 一个独立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还要强行汉化 那你自己也说不过去 你的宪法上也说不过去 你的那个 你刚才讲的自然法 马列主义的自然法里 也说不过去 非常感谢 就是徐光提到了 就是共产党的 这个自治区概念的 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来源 是什么 其实说列宁 你知道马克思的理论中 我们现在把很多列宁 和斯大林的罪行 归结为马克思 所以对马克思做 其实呢 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呢 这个世界是不应该 有民族国家的 就是他的理想状态 共产旅社会 就是人人质 实际上这个社会 是个大同社会 他不应该有民族国家 就是他认为这些事情 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呢 什么的 把这个人类给分割了 由于私有财产 导致了保护私有财产 导致这些人 才把人类社会分割 成了各种各样的社群 而且用各种各样 政治设施 就是这个 就是所谓私有财产 是经济基础嘛 对吧 那么政治上 国家呢 就上层见都要保护 是不是我们可以 把马克思 我现在来说呢 列宁的时候呢 做了一些修正 就是列宁呢 他对这个现实社会 做一些妥协 他说共产主义 不可能一下子马上实现 所以中间呢 需要共产主义 先在帝国主义 薄弱环节中实现 然后呢 再扩展 所以他提出了 像苏埃德 但是他认为 这些民族国家呢 应当是自愿加入的 因为他想表现出 比在历史上 这种征服的 保护私有财产上 征服在这个产生的国家呢 一个更高的政治道理原则 所以他就提出了 就你说的这个 苏埃加盟共和国 你知道一开始 为什么共产党 这个东西 就是苏埃这个东西呢 是在一些落后民族的 知识分子 青年知识分子 有很大的感召力 那我们见证了中国 对吧 当时的也见证 其实你也可以见证到 在其他的第三世界的地方 包括像印度啊等等 都有一些人得到呼应 共产国际 就是在这个计算建立的 但是到斯大林时期 他就基本上认为 这套玩意儿 是行不通的 这套理想 所以他就走入了 现实主义 因为他在现实 在走入现实主义呢 他又不进行 政治上的讨论 去否定 马克思和列宁的东西 在现实中实际上 他是用潜规则 他把潜规则 变立成了一套 所谓的暂时的 无产级专政实际上 对马克思来说 是一个暂时性的概念 他把它就变成 永久性的 这么一个政治设施 而且不研究制度设计 他就完全就是 按照早期的 你讲到的这种政治道义 然后呢 作为他后来 被他后来的 一套野蛮的 专制的这样政治呢 是镇压和压迫 做了辩解 所以就苏联加盟共和国 最初的理想 在列宁提出来之后 就跟说要不承认 中国的对中华 对中国的不平行条约 对吧 但是他期待着 中国就会加入到 这个里头去 会得到积极的响应 结果实际上 中国只有少数的 青年知识分 就一位北大维和金 翻译马克思著作的 苏联著作的这批人 他们赞成 所以他们成立了 一批共产主义组织 加入了第三国际 一定要知道 先有第三国际 先有中国的共产主义者 他们在第三国际的架构中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名字 英文名字一开始就很怪 它叫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就是说 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党 它不像一般的世界政党 叫 叫这个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一般来说 比如如果是一个 中国本土的 应该是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这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党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 现在它改了 你看中国共产党 开始悄悄的 把它的官方的翻译 转成了 就是我后面说的 它就是因为 它想遮住它的来源 它想是共产国际 把它中间在世界各地的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 把它们联合起来 五十几个组织 当时说还是二十几个组织 把它们成立一个 叫中国共产党的 但是他们多数党员 都不在国内 都在海外 所以这个来源就是说 共产党就是实际上 回到你的话题上说 我觉得你给我也很好 说共产党一开始 关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就是个混乱不堪的东西 就是从一堆 这个非常感谢君涛 分享了这个支持点 就是CCP和这个CPC的区别 对 那现在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以后再 把这个事记住 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就是马克思的思想 基本上应该属于西方传统 而列宁的这个 我说的是政治哲学 马克思政治 基本上属于西方的传统 而列宁主义 应该算是东方的传统 或者说东西合璧的一个东西呢 徐光啊 我说句调侃话 你就不该问我 你知道我这个人 只要你问我 一定说不的 对吧 这是我的习惯 但是呢 然后我就开始开发我的东西 你要说了你的东西 我绝对要照顾你的这个面子 我一定要说是 然后我说 这个不展开 我们先把这个话题记在这 记在这 就是我觉得你的理解 因为现在 我看到很多朋友啊 把这个美国的民主党 比 视为共产党 视如仇仇 我觉得这是有点 走得太远了 不不 这个我解释一句啊 徐光啊 如果美国民主党是共产党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不是共产党执政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美国 OK 就说如果假如全民健保 就是如果假如说桑德斯 或者是民主党的 这个叫健保政策 和他的关于大学教育的 国家资助政策 是共产党的 那西方自由民主 像这个 有几个国家 实际上他说的 就是美国的争论 不是 我就是美国的争论 是很特 就人家不是说美国特殊吗 美国真的是好多方面 是很特殊的 那你看蔡英文的执政纲领 那就是个共产党的 按美国人眼光看 就是共产党干的 你要管那么多的事 不 我觉得对于这个政治哲学探讨 或者理论探讨 或者政治线分析 他并不特殊 就是只不过他够偏远一点 比如说 不不 我给你举例子 就是他就是关于这个健保和教育问题 他说选择什么教育啊 什么是 是公民自己的事 你不能够要求 就是比如如果大学 假如是国家资助 就意味着什么呢 国家所从所有的公民手里拿的钱 去资助了一部分人上大学 而那些本来不愿意上大学的人呢 他就等于失败 他说这是应该让从自己人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看法 就是 当然 就从我理解的这个民主党 离这个经典的共产党 中间还差着一个经典的社会 那当然了 我想说的就这个意思 我就想说 其实比如我们 我们讲的按需分贝 各进所能按需分贝 其实全世界大概所有的社会保障政策 对那些残疾人 老人 妇女 儿童 差不多就都是各进所能按需分贝了 对吧 倒是现在的共和党的有些倾向 有点像中共的一些做法 是吗 是 所以秦辉调侃过一句 他说好意思 就像有些这种 这个国家支持的政策 假如是共产党的 那实际上只有两国家 不是共产党领导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好了 这个话题可以打住了 因为我估计评论区里 很快就会有那个 川普总统的支持 是来骂政 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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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这些呢 川普总统 我已经讲了 其实共和党有他的道理 我只是讲说 这个帽子 如果要假如这个帽子 能戴到美国民主党头上的话 那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 不是共产党领导了 OK 那么第二个话题 就说这个 咱们说到了川普总统 说到两党 那么就 咱们就很顺势 转到这个两党大会 两党大会结束以后呢 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 大选的这个局面 大选局面 其实呢 第一呢 就是 我不想评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 没有几个人 真的是带着 想弄清问题的态度 现在思考这些 大家都是带着 强烈的这种感情投入 我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说 假如说 这个问题 大家都在用骨头想 不在用脑子想 说 咱们就不要按照 那你现在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 马克米利将军说 军队不会接受到 这种表态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 这个本来很正常的事 为什么要专门站出来表态呢 但是他说的也不对 就是美国的军队呢 其实就是 你知道你记得吗 就是当时人家问 说如果要是这个 川普总统 要是他输了之后 在白宫不走怎么办 然后白登和这个谁呢 和那个南西普罗里都说过 那军队会把他移走的 那这时候军队才就是接入 军队在宪法中 不是没有角色啊 军队是有角色的 比如如果有人 对联邦财产进行了攻击 这次就是人家说 川普总统 如果动用国民警卫队和 联邦军队 如果动用联邦军队的话 去维护秩序的话 如果他有一个依据 就当联邦的 联邦的财产受到攻击的时候 他可以使用联邦的 这个手里的武装力量 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在宪法上可以有争议 但是他可以这么做 那我觉得首先呢 我是这么看啊 就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有些同情川普总统的 就说川普总统的 一再担心是有人作弊 如果真的有人作弊 而且呢大规模作弊 比如想把作弊结果呢 作为窃取白宫权位的话 我在讲说这个 有没有人咱们放这啊 如果川普总统是这个担心的话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他真的有他出现 担心这个局面 那联邦军队介入 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 当然首先要交给法院了 交给最高法院去裁决 那么这是一个 但是呢 这里面你也知道 会发生一些局部的暴力啊 等等这些 这个事情实际上 这是他的一个 这是他想法 那么这一个 第二呢 其实就像你刚才 你最后你用两个老太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 你隐含的说 那这两个老太子 跟民主党担心什么 担心川普违宪 川普总统违宪 其实川普总统一直在担心 对方违背美国宪法的基本要义 美国宪法基本要义 是不是现在基本的这个互信没有了 不是他们互信一直在选战中 互信一直是没有的 在选战中实际上是没有互信的 但是选战完了之后应该有互信 那么我在讲说呢 其实呢 川普总统就是 川普总统一直强确 他是一个 咱们在某种上 他这个population 是个民粹主义的 这个一个总统 他真的美国喜欢他的人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川普总统 那国明把他翻译做平民主义 他觉得民粹主义 可能是有点贬义啊 这个你怎么翻译都可以 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制度化的 他不是一个宪法性的 制度化的一个民主 他不是republican 他其实republican的 原来的意思是和 populism是不一样的 republican才是一个 制度化的民意表达 但是呢 就是为什么 这个因为政治上 其实我讲过两次了 在我的经验很正经 讲过两次 就这种制度化的民主 实际上常常会被 就是能够娴熟的 使用制度的精英滥用 就所谓的建制派啊 他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啊 等等那些 他会把民意给篡改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川普总统当选呢 很大重要就是因为 川普总统敏锐的感觉到了 美国多数的选民呢 他们的意愿和他们的担心 经过这套复杂制度之后 那些担心都没了 就像他跟那个 希拉里克林顿在争论的时候 我觉得希拉里克林顿 不管你在具体事项 你说对了多少 但你说美国人民 现在很高兴 很享受 你说错了 川普总统感到 美国人民很焦虑 很不安 对吧 我几代人 我又很虔诚的信上帝 我很努力的工作 我怎么就工作没了呢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我每星期去教堂祷告 我什么错误都没犯 结果我倒霉了 所以川普总统说 我告诉你 是中国人 把你的工作给偷走了 而且呢 是美国的政客 华尔街的政客 或是那个 美国白宫的这个 华尔街的这些富商们 帮着中国人 把你们给出卖 你们被他们出卖了 现在我要代表你们 把权力夺回来 我觉得川普总统 带着这样的一个自信念 而且确实很多人 同意 很多美国民同意他的时候 他就回到了一个 国家民主制度 基本要义 就是这个制度 应当是反映民意 和民众的焦虑 等于应该是反映的 但是确实建制派不反映 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很担心 不管什么原因 如果他输了这个选举 他会觉得呢 他所代表的这些强烈的美国民意 就会被再一次被政治给出卖了 所以他现在要维护这个东西 因为他作为一个 我讲过几个 川普总统为政治素人来说 他本来对政治是没兴趣的 他之所以表现出 这次表现的大型 他就是带着这个东西 带着这样一个使命回来的 当然了 福音派是给他另外一个使命的记者 这就因为圣经上 就是奥巴马总统走得太远 我不是说奥巴马总统对还是不对 我只是说他距离 就是美国多数的虔诚的基督徒的信仰 走得太远之后 他们希望川普总统代表上帝 上帝派他来 就是要把从奥巴马的中间夺回去 其实他们也不能否认 奥巴马也是基督徒 这个我们不讨论 我第一次就说 川普总统担心来自于这个 这一个非常本源的 就是你说的政治哲学的担心 就是说我们美国的总统 应该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 结果现在华尔街的这些经济上的巨商和 华人的政策相互勾结 把美国的民意给扼杀了 在这复杂的制度运作中 他现在就想把这些 如果假如这个总统假的不是他 他得到那么多人的忠心爱的 如果不是他 他想中间有人作弊 他是从这个判断出发的 现在我看到一个局面就是 好像又回到了2016年 一个呢 就是当然这个川普总统是已经做了四年 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变数 那么其他的格局上 我不说美国的现状 就格局上来讲 当年这个川普总胜出的一个一大阻力 就说有很太多的美国人民 对这个建制派严重失望 就是我宁可选这么一个政治素人 我也不要你们这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家 那么体现出这么一个选择来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党 他那种党内选举机制还有所不同 这个民主党就把桑德斯 等于是党内的大佬两次把他就干掉了 第一2016年把他干掉 2020年又把他干掉了 就是那么在这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 那么在这样的话呢 就是拜登初选和希拉里初选有什么 我觉得好像没有本质的不同啊 还是2016年就说 美国人民对建制派的失望应该没有改变 现在是不是就说 只是他们还是不想要建制派 但是呢就是说取决于就是 对川普总统这四年的评价了 那就因为他已经不是个政治素人了 其实在我看来呢 美国人民对建制派的不满早就开始了 我讲了说美国的政治是有代际的 就是说你像68年的那个政治风潮 很大人归结为是战后一代起来了 他们不接受战前 就是战前或者战争中的那一代人 对于安全啊 对于底线啊 对于政治上的核心话题的关心 他们不赞成 所以他们反叛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 实际上美国最近对建制派的反叛 实际上是冷战后的一代起来了 冷战后一代起来之后 他们你知道冷战中的一代人生活在核武器啊 什么那些 他们形成很多思维是跟现代年轻的享乐主义 全球化中间的很多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代际中间呢 其实我觉得左派和右派各有过两次努力 就是左派努力 你看我们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次努力 你也可以说奥巴马总统当选是左派的 也是左派的一次努力 当时其实他说呢 yes we can 就是当奥巴马带说 是我们可以带着这样一个信念上来 得到那么多美国人支持的时候 其实他确实当时很多人把希望带给他 但是他用他的 他当时觉得选民是赋予他的一个权利 让他去做一些事 但这些事实际上让美国的很多的选民是不满意了 突然发现他要做的这些事呢 是跟他们的宗教信仰 跟他们 而且呢 跟他们也解决不了他们实际地位 右派有两次 一个是查党 查党也是不成功的一次努力 后来阻挡也没成功 那么还有一次说就是川普总统当选 这是实际上就是右派呢 所以他们这次呢 就是各有一次民间的运动失败了 也各有一个总统出来了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但是呢 以我对美国政治的这种看法 就是说最初呢 其实前面这几页都是出路时 就他们把问题都表述出来了 最后要解决问题的 恐怕还是要你跟这样的总统 就是他不管他是共和党的 还是这个民主党的 他最后是要对两党的方针呢 做一个综述 实际上拿出一个比较平衡的 那您能不能评价一下 因为我刚才讲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老的结构 就是拜登似乎是希拉里重现 那么如果说回到2016 你可以说吧 其实拜登还不如希拉里呢 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 就是左翼的这边 就美国选民中民主党中 所翼或者包括中间中的 中间的选民 对制度还留恋的这些选民 那么他们会这个 就是对川普总统的担心 会使得他们去投票 就像这个 你这个桑德斯吗 其实桑德斯在面对拜登 和面对希拉里 他为什么态度不一样呢 他这次就说绝不能让川普再当选 他那个时候跟希拉里竞选 他没有这个担心 所以他就是想说 就是我和希拉里 谁赢了谁就应该是下一任的总统 但现在他的担心说 如果我赢不了拜登的话 那么绝对不能再让川普总统当选 所以他就一定要说号召支持 我认为现在的民主党的团结 以及一些中间选民 现在倒向民主党 就是因为对川普总统 再度执重的 我告诉你就是真叫恐惧感 他不是一般的说 政策上不同的担心 或者一般的共和党总统当选 他或者那种 他是愤怒感 他这种恐惧感 那就是说建制派最初是不在意的吗 还不光是建制派 我已经讲了说 民主党中的好多选民也不是建制派 战里华二阶这些人 他也不是什么建制派 那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阵线和2016年 稍有不同吗 2020你知道建制派中 相反我倒觉得像共和党中的那些一批大佬 就前大佬我们现在站到了民主党的这个大会上 其实他们是建制派 就是确实呢 在川普总统有和建制派的这种博弈在里面 但是因为我刚才讲了 实际上川普总统代表是美国社会中比较焦虑 像因为你像他两个 刚才咱们不是有 你后面是要讨论这个口号 我们现在就要讨论这个口号 就让美国在伟大和美国第一啊 像这些口号实际上都是反映了这些焦虑感 那这些呢 美国实际上美国这个第一这个口号呢 你给我那个中文的那个东西 我一看就是不对 所以我一看英文果然不对 他说他因为你在中文中有两个 就说有两个成分 一个叫孤立主义 一个是美国民族主义 我一开始就说美国没有民族主义 美国是爱国主义 美国人讲着讲爱国主义 不讲民族主义 因为民族主义我刚才前面讲的 就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 因为美国是个多民族的 而且他一开始的来源 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各国 所以他不能够去强调民族 人家讲民族主义 美国就分裂了 所以他一开始讲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 爱他的这片土地上 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 和按照这个宪法 自己选择政府 最简单就是爱他的宪法 爱他的政治制度 这是美国的凝聚美国人心 他不能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 独大 你看这次我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在共和党大会期间 有几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团队 都宣布他们支持拜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建制派和川普总统 所代表的民意会有非常紧张的对立 这个其实这个我觉得呢 其实对多数美国人来说 他其实不想这个问题 他们只是想 因为你看这个 我们可以说 这么讲 你我说啊 就说这个旭光啊 为什么我说不是这个问题呢 你让美国人民说 他们跟宪法对立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东西的 你让他们说 跟美国这一套现在政治主义 他不会接受这个东西 川普总统呢 他心中很清楚 他要他的敌人 就是这一批占据了窃据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这批精英 他很清楚 他要美国的大众确实在全球化竞争中被相对剥夺了 而这个相对剥夺呢 是这批精英在全球化中间谋取自己的利益时候 跟外国的势力合谋 把这个美国一部分人给牺牲掉了 这个我不讨论 全球化这个公平不公平啊 我们不讨论 我只说站在失落者的角度是这个问题 所以他说我要给他夺回来 夺回来 所以我说的是川普总统代表的名义 我不是说美国人民的意志 这是两个概念 是 这个不是我该已经讲了吗 就代表这些名义的时候 就是我在我的经验很清楚 我解释过 当你就是饿肚子的时候 当你虔诚的相信上帝 非常努力工作的时候 你发现你还是变得 所以我就要问你 这两种 那 我在讲的时候呢 是不是这个 米粒将军表态的原因 我就说他们比较接受川普的 不是我在讲说 我为什么不同意用建制派这个词呢 就是因为 美国人民没想和建制派作对 就说川普总统支持者 没想和建制派作对 但是客观上 建制派对啊 建制派在跟川普总统作对啊 不 建制派也不认为 建制派认为呢 他们要支持拜登 不就是吗 不不 你听我说 建制派认为呢 川普总统是个怪兽 现在要用制度 把他再圈起来 给他关 就是把权力要关到笼子里 关到美国制度笼子里 他们失去了这个信心 要不然他们不会去 跑去支持拜登啊 也不是 因为他在这个里面 他不是讲了 他们是支持美国的 美国制度吗 他们支持这个 因为他们在他们眼里 川普不按规则行事 但是我不是讲了 对川普总统来说呢 就是你们这帮玩规则 把我们美国人民给出卖了 这是一个所以而且 美国既然是个民主国家 民意就是民 他的选民的利益 或者老百姓利益 应该是至高的 制度应该是服务于这个 假如制度不能表现这个 那就是玩制度的人 把他的这个选民给出卖了 这是他们的争论 所以我们回到 刚才你的话题上说 川普总统担心选举作弊 他担心的就这个 那些玩制度人又一次 你看现在这个 我们可以说川普 这个共和党基本上是川普党 但是你不能说民主党是拜登的 共和党 其实我觉得共和党不是 不能说是川普的党 共和党说实话 就是以我对共产党长级观察 共和党人对制度的这种 严守啊 对道德品德的严守 实际上是比民主党要严格 民主党他讲包容啊 我老说他这个垃圾桶讲包容 他对很多异端他都宽容 共和党不是 共和党他比较老派 那你看这个 这个 麦肯恩的班子 这是20 2012是吧 这个 这个2008 2008 这个卡特总统的班子 小卡特总统班子 2012是麦肯恩的班 2008是麦肯恩的班子 2012罗姆尼的班子 这三个总统竞选班子 应该我相信应该都是 共和党的精锐 你知道啊 不是我现在 他们说是去投拜登 这不就是跟川普在做这 你现在有一个思维定势 所以我现在要打的 就是把你这个思维定势给破掉 你想把我弄糊涂了是吗 不是 不是我想把你解脱出来 从你的定势 要不然你 你就老是会 就是你会贬低川普总统 你知道我不是川粉啊 相反我对川普总统的制度的破坏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欢 我对他的做人做事的方式也不喜欢 但是这是一个问题 但另一方面 我就说我说的这些现象 他不是在和川普总统 他说他要去投拜登的票 要去支持拜登 这不是在和川普总统的民意 代表的民意作对吗 不是 你知道他 你没看他为什么要支持拜登 他也不是想跟民意作对 你一定要知道 建制派理解 川普总统是理解他们在 我说没有和美国人民的意志作对 他们是要和支持川普总统的民意作对 不是 我就跟你讲 他们也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川普总统绑架了这些民意 曲解了美国的问题 实际上会把这些他的 这些所谓的老百姓 带到更大的灾难中 这是他们的理解 你一定要知道 你现在有事 我觉得啊 旭光啊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建制派对问题的 对川普总统和他的分析的理解 和川普总统的理解是两条道 我们两条道都可以说 不管怎么理解 行动上你可以对行动有一个看法吧 我同样都是一个行动 如果俩人想的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就像大家都要买这个商品 对吧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票 要么投给拜登 要么投给川普 我们不能说 咱们就这么说 投给拜登也是投给 投给民主党的票呢 也不都是一样的想法 对吧 没有关系啊 就说 那我不能说 他把票投给拜登 是在支持共和党 但是你并没有让我解释 你要是让我解释 他为什么投给拜登 我就要给你解释 这个我知道啊 那就是 可是现在我就觉得 其实你不理解 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就是或者在整个自由民主 我知道他们还声称 他们是中成的共和党人 不是 但是他要把票投给拜登 你看你就不听人说 你就落到这个志 我跟你讲 制度知识的缺失 是中国普遍存在的情况 就是不去理解别人在制度 每一个制度设施建立中的争论 所以是中国 为什么我就发现在 比如像在中国啊 在美国 大概中国是一个最特殊的群体 高文化群体的人 这么去狂热的支持川普总统 这是一个在美国是很独特的现象 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杨潇凯先生讲的 但是不涉及到好还是不好啊 他对问题的感受 跟那些美国就支持川普总统 美国人民一样 他们很来的很真切 另一方面他们不知道 美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中 200年中间 也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辩论中 发展出了现在的制度 所以他们对制度 他们可以一扫而光的 支持一个强人 就把这个制度全给超越 他们接受这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 那回到刚才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你说需要一个 你现在问我问题的话 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这个来自于 就是现在的代一制中间的 民主和宪政的矛盾 其实来自于这个矛盾 那么代一制中是什么说呢 他说呢 这个国家应当是民主的 服务于所有的 服务于老百姓的 但是老百姓没有时间去 直接去管这个国家 需要选择一批人 按照一个制度规则来管 这就带出了 这就是宪政 那么会玩制度的人 就像对吧 你委托你的律师 你委托个房地产经纪人 维护你利益 但这个家伙 他可能他有自己的利益啊 而且他用制度 比你用的好 他给你解释 把你解释晕了 把你的 把他的利益 解释成你的利益了 然后呢 其实美国人民 现在就是感受到 川普总统说呢 你们被出卖 他们觉得就像 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给了你一套坏房子一样 一套这个不太合理房 他多拿commission 还有就是像一个 这个像代一制的政治家 他们其实我觉得 美国人民现在 他就是这么在 这些支持川普总人 他就这么在理解美 他们被出卖了 是不是呢 客观上可能是 就像我们在全球化级中 我们对华尔街 和共产党合谋 为了发大财 对吧 然后把中国的人权 也打压了 那么让美国人民 不要谈中国的人权 另外美国人民 也被剥夺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确确实实 在玩制度的时候 两国的精英 中国的 当然共产党 那个精英是 他自己制装制度 自己玩 然后和美国的 这个制度性的精英 这个就合谋 等于把两国老百姓 都给出卖了 这是一个 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 那我也赞成 这样的一个分析 所以在谋理来说 我也认为 后来 你知道我原来 很不喜欢川普总统 可是我觉得 现在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狠狠地 在打击华尔街 和华尔顿的这些 政治政客和 大企业的公司的时候 同时呢 也在削弱了共产党 在中国的 这种统治能力 我就是刚才你提的 那个问题 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你说 现在美国需要出现一个 里根式的人物 是吧 对 那你觉得 是拜登还是川普 或者两个都不是 他俩都不是 因为川普有里根的强势 但是呢 他不是表述的 不是美国的原则 里根总统表示的 表述的是一样 后来你看 美国的民主党 对他表示的很尊敬 对吧 也是在这个 现在大概这些总统中间呢 美国民主党 对里根给了很多的尊敬 而他们在批川普总统的时候 很多都在引用里根总统 你可以看出 这批共和党人 他们是拥护里根总统的 但是他们不拥护川普总统 就是里根总统 我觉得他有个特点啊 他有很多是离经叛道 比如他引进了很多新东西 但另一方面 他很强势啊 这点像川普总统 另一方面 他是把他跟美国的价值等等 他非常连贯的在阐述 而川普总统呢 更多的呢 他的表述是非常个性化的 这种表述本身 是给有点离经叛道的 你看李分总统 比如对移民的态度 对吧 他的表述是 我觉得是在美国 比民主党的这些总统 对移民问题的表述都完美 都既符合美国的价值 又很符合美国实际需要 他的表述 那川普总统就不一样 他对移民 就是一听就是带着一种那种怨恨 在这种这个防范的这种警惕心 好 这个话题已经纠葛很长时间了 我们到下一个 就是还是跟这个延续性的 就是这个2016年的时候 这个川普总统提出来 这个美国优先和 让美国再次伟大 我想他一个是 是国际政治 一个是国内政治的 两个口号 那么口号之下都有具体内容 那么在2020年 这个口号有什么 有什么变化 或者他内容有什么变化 这个和他的基本盘会有什么关系 你能不能分析一下 其实我觉得呢 没有什么 我觉得就通过四年中间的 川普总统越来越清楚 他要做什么 但是结果这场疫情来了之后 让他想做东西都没法做了 就是我讲说 其实川普总统在选举的时候 他那时候过来 咱们先把福音派的放一边 就是基督教的这个选民放一边 在现实中的支持川普总统的选民 其实有三个话题 这三个话题都是跟 第一个呢 就是其实两个话题吧 因为奥巴马care 奥巴马这个保险呢 实际上还不是这个 跟这个主要话题 跟那个美国伟大什么 这个优先 没什么关系 最主要一个是移民话题 还有一个就是经贸话题 就是全球化 美国在经贸化的态度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就是美国优先这个呢 其实对美国来就是个孤立主义 但是美国人讲孤立主义的时候呢 他说美国优先讲孤立主义 因为他强调就说 在美国早期建国 是这个来自欧洲各个民族的 我们一讲到好像民族主义 好像是西方人是一个民族 不是的 在他们的本土上 他们在欧洲大陆上 和在这个 如果把英国算计 欧洲是个多民族的地区 所以而且每个民族 都在建立自己的国家 都制造了一套 关于自己民族的神话 就是跟中国什么龙的传人啊 什么这些差不多的 这种就瞎编造出来的东西 这个那么他们呢 把这个东西呢 如果要是美国 要是允许民族主义盛行的话 那么美国就分裂了 所以美国他不讲民族 他讲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就是 我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我们呢 要依照自己的制定的规则 来选举自己的政府 我们要爱这样的一片国家 和它的制度 这是爱国主义的意思 而我们中间没有什么 哪个文化是个强势文化 哪个文化是弱势文化 每个人做个体是自由选择 所以你可以来自印度 但如果你愿意选择就是跟一个西方人通婚 你愿意一个人 那你就通婚完了 印度人是早期也是亚利安人 就说那么你完了之后 你可以就加入到 就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事 他不强调这个 当然以族群 就是以这个社群作为中心呢 就比如集体维权 这是美国实际上在战后 不是在60年代以后 才开始兴起的关于人权的概念 这个我们说太远了 我还是回到原来话题上 就说美国的 这个美国优先实际上就是一个 就是美国孤立主义 而美国孤立主义的产生 来自于他在早期建国时候 他不能 他如果不孤立 他就分裂了 所以他要把他 从欧洲的事物中孤立出去 那么他对亚洲 对那些什么拉丁美国 他没态度 印度安人他没态度 为什么 那时候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说出了孔孟之道的地方 那都不是人 就是不是正常的人 美国人实际上出了基督教世界 那时候的美国人的观念 和西方人的观念 就是出了基督教世界 实际上他们是不考虑 你的作为的基本权利 你的基本人权实际上 你看最早讲天赋人权上 他那个天子是神 神父人权 不是天赋人权 你神都不信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这是美国最早 他们包括对印度安人 因为我在为了早期想探讨 我在波斯那里 我去找几个教授想理解 当年美国为什么在 这个美国人来的时候 他们自己那么证实 自己权利的时候 为什么没给印度安人权利 他们讲因为在基督教世界中 确实当然也有一个 不成文的 你说要潜规则也行 基督教世界之外的 他们认为 这不是属于文明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不考虑 基督教文明世界中的 这些人所有的一些权利 好回到我们的话题来说 美国的孤立主义 现在川普总统 想回到美国的孤立主义 这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其实在威尔逊总统 最早也是讲过 美国孤立主义的时候 实际上伍多罗·威尔逊 你看后来国联也是他提的 但是早期他就是怕 欧洲的战事会分裂美国 所以他主张美国 置身于战火之外 他强调了就是美国优先 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优先于美国 但是这次川普总统呢 把他的这个美国的优先呢 把它变成了一个 就是在从全球化竞争中撤出来 这个上头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在侧重点上 和早期的美国优先的原则 和光荣孤立的原则 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解释 让美国再伟大呢 你知道这个词 其实过去这个谁 就是让美国要再度伟大 这个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概念 其实里根总统提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据说其实克林顿总统和 希拉里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在党内宣举 也提过这个东西 就说那么在 他们在提这个东西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意思 就说觉得美国在衰落 美国在衰落的时候 美国需要再伟大起来 但是呢 这个我看到的其他人说呢 里根总统就说 就是他认为美国已经很伟大 但是就是让美国要再伟大 而对川普总统来说呢 其实他是觉得呢 美国人民的感受 是和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 所说的统计数字是不一样的 那些数字是冷冰冰的 他没有办法反映 在全球化竞争中 失落的这些人的感受 他们感受他们是 美国是衰落了 比如你站到中西部 你站在那绣带 那些州去看 你说 按您这个理解 好像川普总统 不是这个 唯一经济决定论呢 美国人民的感受 才是美国人伟大的这个基础 但是川普总统认为呢 美国的所有问题 但是好像在贸易战的做法中间 好像是他强调 都是经济上的东西 对是 他就我刚才讲 他也是认为这经济嘛 就川普总统有点像邓小平 他把中国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穷 所以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 是核心任务 川普总统认为呢 美国的第一要就是把这些企业都弄回来 然后美国问题就解决了 他知道美国人民感受到的问题 绝不光是经济问题 但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 就是经济问题 而他认为呢 他最擅长 咱们得说啊 就是你知道美国做实际工人 都是两条一 这是要解决的二 我最行 他是这样 川普总统认为 他用打冷战的办法 把企业都弄回来 实际上这个经济效率会下降的 不 这不是他考虑的问题 他考虑说 如果全球经济效率下降了 但是我所看到的这批 提机浩涵 他不是提机浩涵 这批美国人民呢 他们的问题解决就行了 那就是他想错了 你说能不能解决 经济学家来提 他不能解决 这个问题咱们不加入争论 我们只要解读川普总统 我有一个朋友说 哎 君涛我听你这个 是不是你早 你现在对你早期 实际上有别话 你现在变得喜欢川普总的 我说我喜欢川普总的真帅 他真的真帅的 你变得喜欢 可现在最初你也不喜欢 没有 我本来就不行 我说是三个灾难 人类的灾难 美国的灾难 和中美关系的灾难 我说过这个话 但是我是讲说 但是呢 现在非灾难不足以救世界 因为建制派已经 他们自己把自己捆死了 就他们已经 他们也出不了 他们那个 自己给自己套的枷锁 川普总统就是 所以你现在的神经 是能忍受了 比那些摇摆派要能忍受 我能忍受 摇摆派在 2016年的时候 他们愿意给川普总统 一次机会 有些人现在不愿意 给他这个机会了 个人三观上 我能忍受一切 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东西 这个我没法跟现实去 我只能去改变它 你可以忍受 它继续存在吗 啊 哦 那不是 我认为美国人民最后呢 会做一些另外的选择 我不是讲了 美国人民在期待的里根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那你觉得 这两个人中间 谁更像里根呢 谁都不是 但是昨天有个朋友 问我说呢 我说呢 两人都各有好处 为什么呢 我觉得川普 现在美国需要一个 强势的总统 打开机遇大门 你记得 打开大门的人 不是要真的抓住 机遇办成事 本来这事 可能就两人 一个人把门打开 把建制派 从建制派手里 把门给打开 另外一个人呢 后面一个人 再把这事 从通过打开的大门 再把这事解决 然后呢 还有呢 我觉得呢 要拜登呢 因为我觉得历史上 其实美国是个弱总统 是个好事 弱是你知道 这个美国社会的强劲 在于他的公民社会 在于他的民间社会 如果这个总统弱一点呢 民间社会就会 变得更强大一些 就是这个后门 这个收拾收拾态度的人 应该是一个建制派吧 建制派出身 应该是 因为最后 他要靠制度化的 就像里根总统一样 这个问题 其实 对 其实里根总统 你看 他做了很多离经叛道 但他全是要制度来完成的 他也是 他也是做过州长的人 他是很资深的政治家 那川普总统还搞过大公司呢 对吧 管理经验都有 而且美国还要多总统 就做过参议员 你 más参议员 就不管是事了 天天就是在那 打嘴 耍嘴皮子 参议员出身的总统也很多 武德勒尔样 是个政治学者 如果说 同样两个人 其他条件完全一样 一个大公司的CEO 是不如参议员 但是说不如参议员 对 但是 那就 所以川普总统 他是美国政治上的一个艺术 因为我呢 就是后来 我一个朋友说 你是不是对川普总统 想法改变 我说我不是 其实我在美国学界 我学到了一个品质 就讨论问题 说如果你想讨论这个人 批评这个人 你先理解他 你想理解他 你先同情的去理解他 那现在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有相当一批美国人支持川普 是因为他没有建制派的训练 他也没有建制派的这个人际瓜葛 就是川普总统说的沼泽 华盛顿沼泽 不是 我觉得其实他们很多 有些很多人的对川普总理解 和自己的理解不一样 就这么讲吧 说美国人民第一说呢 那建制派不承认我有问题 就像希腊里肯林顿说 他怎么敢说我们美国还要再度伟大 美国不伟大 美国现在很伟大 他举了一大串数字 你那些数字都是真实的 但是那些感受美国存在问题的 他说这跟我的感受不符合 他们觉得呢 川普总统上来 川普总统会按制度解决问题 你知道就是没有 就是很多人说 好像说哎呀 这些白左政治选 好像反对政治选 是要准备政治不正确的 根本不是嘛 他认为政治是正确 他认为正确的政治应该是另外一套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多支持川普总统的人 并不是说想支持川普总统去摆脱制度束缚 他们希望川普总统在制度中找到另外一个答案 他们就是 我就讲说其实美国的民粹派也不是要跟制度作对 只不过是政治领袖有时候会带着他跟制度作对 有的领袖就会带他去玩制度 去把那个建制派给玩残 那里根就属于这种人 这个我是难以对 我有一个感想就是君涛刚才一直在做美国宪政的代言人这个角色 好不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说呢 就是为什么就是我是对 我是觉得其实美国的宪政是一个挺不完美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很多东西就设计了一半 因为他有个党派平衡的都没走到底 所以他是一个挺不完美 欧洲很多人是 欧洲人都好像看不懂美国的这个政治 就是因为他每个案例都会改变他的实际运行机制 因为你知道政治学上研究东西 不是看你说什么 要看你做什么 就像你说那投为什么投他的票 其实我想跟你解释他们为什么去弄 我也知道这个东西 他们想的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对的 可是呢 你让我解释 我就解释他们怎么想的了 对 实际上我更想听到的是 就是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后果 后果就是 我觉得就是 怎么想 我现在就是 你知道啊 我原来的担心跟很多人担心一样 就跟很多的就是学者 我们也不是建制派啊 就是我也知道美国人民被出卖了 这个我都知道 就是被华尔街 我也跟你说就跟中国人民一样 到时候也不是什么中国人投走 中国就少数权贵和华尔街勾结 对 但是我后来就想这个问题 是我就觉得呢 说这个后来我就发现呢 川普总统上来的时候呢 原来我担心他上来是个大灾难 后来我发现不是灾难 就是说你像什么 中美贸易战打起来 全球也没有垮台 对吧 也没像当时经济学家 就是好像说一个大的灾难 什么好像比什么这个 比那个什么 这个金融危机啊 或者什么大萧条 还有厉害的灾难会发生 这些都没发生 而且我发现 机遇大门打开了 共产党扶软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挺好 所以我现在觉得呢 川普总统这么做下去 再做一任也行 因为他的你一定要知道 支持他的选民 绝不是指望他出一番 用道家的话来讲 川普总统再打贸易战 实非打贸易战 出美贸易现在的这个 又回到这个第一名了 因为不是我现在觉得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川普总统上来 其实我前面几天讲 川普总统上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呢 他觉得美国的问题 就是个经济问题 我觉得当总统当四年 他知道不光是经济问题 所以他现在我觉得有点lost 就是说他原来传统的 比如中美贸易战的话题 他突然发现不好使 就是他现在需要新的话题 所以你刚才讲到的时候 我觉得你一开始开上来很有意思 你说让美国 让美国变得安全 我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 其实这倒是一个呢 有新意的东西 这是朱利安尼发言中年的一个标志 朱利安尼是个天才 他也是个天才 其实我觉得川普总统当年搞革元离开 把他搞进来 他是一个善于综合制度 和离经叛道的一个人 他在纽约 你看他是 纽约是个民主党的地方 就是极革命与反革命一身的人 这个就是 那革命反革命 他就是 反正他是善于就是说 把一个离经叛道的东西 变成一个制度运作 而不像川普人 就开始 就是你知道反川普那些 就共和党那批人 觉得川普是个怪兽 现在我们就怎么给他 关到笼子里 关到制度笼子里 周朗尼不是 他一上来就是 我就是在你这个制度中间游走 OK 我们现在那个提前时间 进入第四个话题 就是这个伊朗问题 伊朗问题中间的这个美欧矛盾 主要是这个西欧啊 就是英法德三国和美国的立场 截然不同 美国现在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的 那个表态好像也是要 呃 咱们这个汉语叫 应下手 就是30天以后 也就是9月20号 这个重启对这个伊朗的一个制裁 呃 那那那你其他国家看着办 大概就这样 不管你怎么反对 你看着办 因为这很清楚 如果说呃 这个美国制裁了英国 你其他国家不跟进 可能也就会被美国制裁啊 这个这个是 这个您您能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美欧矛盾 这个最后会怎么化解 那么未来在这个美中这个对抗这个局面下 呃 欧洲会何以自处 他和日本这样的西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 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跟美国的这个传统有关 你知道美国呢 他的战略和外交政策 他比较相信的就是外科手术 就是说 我要解决一个问题 那很早人跟我说 就当年就是不是你知道 就当年台海出现危机的时候 后来呢 美国尼密子舰队去的时候呢 后来我就说 他一个航空舰队够吗 他说你不知道美国人的概念 尼密子舰队肯定火力上 火力比两岸能打到对方的火力加起来还多 他说就是因为呢 美国有一个传统来说 第一如果有问题 他相信外科手术的方式来解决 第二 外科手术方式的解决的前提就是 你去调停的时候 你要武力调停的时候 你的兵力 都要压过双方的兵力 他这是他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美国历史上就是没有耐心去解决问题 为什么 是跟他制度有关 我在肯定政府的读这个读书的时候 当时那个教授在讲 美国总统要让 要把一个国家拖入一场战争的时候 他一定要给一个印象 这个战争是可以很快结束的 但是这个战争 如果他先把它打起来 打起来就不断的追加投资 只要每一笔投资追加 只要你解释在当时情境中合理 这个战争就一直延续下去了 但是你要开始提出这个长期战争 没有人会支持你 所以这是呢美国的政治家呢 他们都是要做短期行为的考虑 就是比较速战速决的解决一个问题 否则这个国家不能久脱不决 但另一方面只要你启动了 他如果是个长期过程 反正每一步都是短期的 这是一个 所以很多的政治家的一个策略 他为了把这个美国拖进一个事情呢 要不然制作一个大事件 让美国人民形成共识 这是我们必须得管 长期就像二战呢 一战似的 要不然就敌 这个我就先制定一个短期的一个计划 我们可以肃战 像伊拉克和阿富汗都这样 那我们得解 但是实际上他解决不了 阿富汗真的美国立场最长的一场战争 但是他是一个阶段 还有越战也是这样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不断提出新的方案 不断的在得到肯定 因为好像就这个方案 在当时情价可以 但他从来没想过 那个后来这个情境 追加的情境 已经跟他当初询诺的 完全不一样 但没有人去管这个事 反正就是 所以我讲说 因为美国和欧洲不一样 欧洲不一样 欧洲呢 他们做过弱者 做过弱者的呀 他们就考虑问题 就要权一些 就要考虑到 如果这问题 我们搞不定怎么办 美国呢 你说搞不定 搞不定 南越不就是什么 越南我撤就撤了 对吧 管你这个北越 是不是南越给拿走了 不管 阿富汗现在也是嘛 他就他到时候他撤就撤了 要把阿富汗 让塔利班去怎么去弄的 先找塔利班答应我一个东西 完了我走了 塔利班去再怎么做呢 那就 那我就可能就 不去再管他了 这些东西呢 都是美国外交政策 欧洲看到的时候呢 欧洲不愿意背书 美国这种外交政策 就这种 因为美国的很多制定政策人 他们的政治生命是短期的 美国的 就是在这点 美国精英没有办法去操纵一些事情 不像欧洲 欧洲的外交啊 欧洲等等很多人 都是一些老谋深算的 一些就是你 咱们说的所谓建制派呀 这些人呢 他们把持着 他们几代人的积累在这个地方 美国很多东西他不积累 就是每上来一个人 他就把前面那个东西 就全都给他改变了 这些都是他这些国家的制度中的一些特点 导致的精英文化中的特点 导致了欧洲不敢跟美国的步子走 因为你说伊朗这个问题 你说你弄完了 你搞不定之后 你再走 那欧洲 他不能去做这个事 所以欧洲人民可能 或者欧洲的精英不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所以说在很多问题上 欧洲人都不主张美国人摊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不过 如果美国真摊牌了 他们一般跟进 然后呢 就是如果搞不定的时候呢 他们在中间做一些斡旋 等等这些 这是 我觉得这可能是跟这些有关系 因为这个 我自己也是知道 就是说呢 其实我对美国的很多处理问题方式 我也不是很赞成 他握有世界上最强大使力 你比如你像 94年时候我出国 后来我就问温孙洛德 我说你们手里有两张大牌 中国政府手里只有一张小牌 你们怎么就搞不定中国政府呢 对吧 中国政府手里有张小牌 就那点小经济小牌 94年中国经济的size很小嘛 而美国两张大牌 一个经济上它是个大牌 还有个人权一张大牌 在中国有人为了美国的理念去坐牢 在美国绝对没有人 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政府去坐牢 我说你手里那么两张大牌 只有你叫中国政府搞得这么窘迫 你仔细想想呢 他们的政治家也不是不聪明 不是不努力 也不是说好像 他就是制度上的很多的制约 就导致了他精英文化上的一些特点 他的精英文化的短行为的短期性 实际上是跟他的这个制度的限制有关系 我来说我来也是哪个 也是布鲁金斯还是哪个人 他那个副总裁跟我讲 他就我们这个accountable 就是要直接对后果负责的这种文化 你不要跟我说 你跟任何一个大总裁 涨果资源的运作人说 两年后的事他不听的 因为每年我要向理事位提报告 如果我不如别人做得好 我人就换了 就是我在讲 其实呢在这点意义上 美国又在这场就很脆弱的 掌握实际上最强大的实力 但他在他制度上很难发展出一个 深谋远虑的 深思熟虑的 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东西 他很难发展出来 有时候他很强调就是要 经过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争论之后 在民间先形成一个东西 比如像基辛格就这样 他带着这个东西再进到美国 就比较容易成为两党的共识 其实美国冷战中 就是长期争论中形成了 然后这样两党都有共识 朝野有共识之后 这种东西就容易 就是比较持续的进行 所以伊朗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恐怕在美国内部 也会有很多的争议 也不见得就是 美国人的这些专业 是专业界会赞成这样做 只是呢 美国的这些政治家呢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会听 这些专业人士的意见 那我听到你在讲这个 美国的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 它是不是有点类似 至于公私文化的一些 比如说有人想上一个项目 先说这个预算很少 结果最后来追加预算 结果董事会这个欲罢不能 因为你要哥儿也很疼 但是呢 对它跟公私文化 就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说公私文化是硬约素 你达不到你就走人 对吧 你说错了走人 但是美国的民众的文化 只要你把老百姓给忽悠过去了 就行了 精英心知肚明 只能这样 我们不能再 这句话很狠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 美国面对的都是这个 像伊朗都是亚欧大陆的问题 就是中东问题啊 这些 欧洲当然因为 他身处亚欧大陆 你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啊 就是说你别以为说 美国没有懂中东的 其实实际上 就是中东人自己投资啊 包括这些什么 就包括塔利班 据说也投资在美国 搞过这些 资助过这些活动啊 就说 其实呢 他们有世界一桌专家 问题是美国不听他的 美国不听他们的 美国其实在大事上 不听专家意见 就是老百姓的直觉 我不是想说 谁能忽悠老百姓吗 我看就是 从地缘上看 这个美国对这个 美洲地区就很谨慎 不像那个在 不像那个亚欧大陆的事情 你说美洲地区 不是啊 因为美洲地区 他们自己有利益啊 就说就是 你知道就是 世界上有一种理论 叫依附理论吗 就实际上 美国不太干预的地方 就是因为 实际上那个地方 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 对美国比较有利 就是古巴特殊了 就是比较特殊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实际上 美国有很大势力啊 美国就有很大势力 而且呢 大概委内瑞拉 现在的这个情况 也不见得就真的是 美国人就像 现在在叫唤的这样 或者像川普内阁 好像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不一定的 他们你知道 美国是个多元社会 多元文化 他总是有各种各样意见存在 OKOK 好 今天这个四个话题 我就不总结了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惊讶节目 需要那个 君涛博士来把这个 今天的内容整个做一个总结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是 10点20分 我们可以提前进入这个 互动环节 Zoom会议室的朋友们 和嘉宾的互动环节 来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 举手 一不容辞 一不容辞 姐妹 徐光先生好 君涛博士好 我相信 在这个 你今儿大花服 都没了 换换稍微换换 ID名也换了 没有 我有的时候换了一个手机的话 可能台立民不一样 别说打印度的事 打印度我马上就灭死掉 在这个伟大的 就今天的话题说一说 川普王朝可能要持续执政 很多届了 下下届的总统肯定不是蓬佩奥 应该库斯纳的希望会更大一点 两届以后就是学中文的 川普的外孙女伊莎贝拉 相信在川普王朝的带领下 美国应该会被天朝巡抚 尤其是伟大领袖 采纳我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 击碎美元霸权的计划以后 等到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变成一比一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GDP 也不过是中国的50% 甚至更低 那么双方的综合国力 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 到时候美国能管好自己 这一亩三分地 就相当不错了 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 金汤博士 我觉得唐先生的这些话 你不好评就是到处都是可以入嘴的地方 所以就好像 我觉得他几乎说的每个问题都不对 不过我觉得如果唐先生引招也可以 因为我相信很多的网民 也不明白唐先生是怎么想的 所以也不一定感兴趣对这个评论 我只说几乎每句话都是不对的 很简单 这个共和党已经成为川普的这个家族党了 未来的话可能就是说 川普在这个中国的支持下 就要长期执政了 川普家族 不是这个唐先生一定知道这点 在美国呀 在美国呢赚钱的人呢 实际上他是 他的正经历是要分开的 如果在这个地方 如果喜欢钱的人 他不会早期进入去选总统 罗素有一句话 我觉得对美国有 对这些西方社会有作为英美 传统的作为人有参考意义 就是他说我脑子好使的时候 我搞数学 我脑子不太好使 我搞哲学 我脑子坏掉的时候 我开始搞政治了 就是我已经不能再想 那些问题就简单的 就是对一些事情靠着阅历 靠着反应去做事 我去搞政治 其实你要知道像库斯纳这些人 如果他真的年轻有为 能去赚钱发财的时候呢 美国人从Torqueville观察 美国人更愿意在私人那里中 因为在那里头 你建一个王国那是你的王国 你说啥是啥 你要从政的话 你要首先要跟一批政客 要纠缠 然后还要去对付那些 去说服那些 就是他认为是这样很笨的人 要劝他们来接触个东西 美国的老百姓 这点有跟欧洲不一样 美国老百姓不听精英的 就是他有事 他只相信自己 他就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也只相信自己 我不会去听别人 去跟我说什么 所以在这点上 所以Torqueville解说 美国的有聪明 有报复人 不愿意从政 原因就是从政 实际上是很难实施报复 还不如自己呢 靠自己的努力 打造一个私人 在一个专业里 打造一个 私人可以掌握的一个王国 然后来影响这个国家 那这个 就结束了 因为唐先生没法说话 我们没法对话 只能各说各话 这个不能给他机会了 这个直接把川普总统 对标习近平了 好 就君涛博士好 对 那个君涛博士好 那个 虚光先生你好 然后我刚才好 我觉得好 这个因为青年呢 确实因为是个 谈到这个美国的大选 这个因为跟大选 我觉得跟疫情呢 我觉得还是挺有关系的 因为我的观察 我觉得因为疫情 确实像今天 美国现在还有 四万九千多 好在印度今天是七万多 所以我还真的是 现在我感觉 这个疫情还真的是 是摆在世界上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也确实是改变了 一个国运 和我们这个 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也觉得是 所以我也感觉到 就像1492年 那时候全球只有四亿人 但现在已经七十亿人了 所以我感觉到 就像这个500 从1492年以来 这个全球大国 差不多有很多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呢 像美国强大 这么长时间 因为美国在1894年 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而且现在还是世界第一 所以我也觉得 这个也是 因为疫情 等等的因素 我觉得美国 也会发生很多变化 我就想听听 或者旭光 或者旭光和 这个君涛先生 对这个 我觉得这也是 大国的一个崛起 确实是 这个我们500年来 上演了很多 很多大国的崛起 我就有关这方面的 也就像川普和拜登 他们随上随下 我想听听您 对这方面的 大国崛起方面的 这个看法 谢谢 谢谢 去光先讲吧 先讲吧 好吧 你先点云 对吧 好的 我是觉得一次大选 可能没有到 定国运的 这个 这么可怕 美国历史上 还有内战呢 对不对 上百万人的死亡 我觉得 这个和 国运还扯不上 国运主要是一个 一个 这个主体民族的 这种精神气质 我觉得这个 还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 我们没有看到 它有多大变化 我这个里头就是 因为这个 做节目的原因嘛 很多交流 都是咱们这个 汉语圈的这个 思考者 他们把这个 尤其是一些 川普总统的支持 他把这个民主党 和这个经典的 共产党对标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显然是 大错特错了 这个应该说 在经典的这个 共和党和 经典的共产党和 这个美国民主党之间 中间还隔着一个 社会民主党 第二国际的 这个欧洲的 社会民主党 就是美国是 第一个 美国会不会 演变成欧洲 还有话说 就是像桑德斯派 能不能得胜 得胜了 他也就是在 往欧洲方向走 但是欧洲的处境 是不是就很糟 我们走走走 我觉得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这个是一个 可能在这个 自由的这个 经济体格的国家里头 他也是各 各有偏好的 各有偏好的 美国 美国我认为 他蛮伟大的 我不认为这个 美国需要再次伟大 我这个 我这是政治 竞选口号 竞选口号 就是你对 现状不满的人 你可以就说 他不伟大 你可以说 美国不优先 但实际上呢 在现有的 政治格局里 美国就是优先者 美国是 智取制定者 这个美元 是世界同货 他这个地位 他不是优先 他是客观上 他就优先的 所以这个时候 表面上 他有一些利益出让 但实际上呢 你想 这个驻军 你要让中国政府 往国外驻军 他巴不得呢 美国是 还要考虑考虑 对不对 因为他是一个义务 要驻军是义务 但是客观上来讲呢 对美国支撑的 这个全球化的 这个经济体系 他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个 这个中间的 美国也有巨大的回报 也有巨大的回报 咱们现在看 这个美国的经济 我们经常说 空核化空核化 我觉得这是一种 很复古落 落寞的一种心态 对不对 美国的农业很发达 但他 他占GDP 美国GDP占多少呢 很少很少 他不是主体 但是美国 对美国农民来讲 他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一样 工业也是这样 就是说 曾经美国是一个农业国 后来它是个工业国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高科技 和金融服务的国家 这两项 它在全球都是 无与伦比 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 2000年之后 2008之后 我为什么提这个点 2008年之后 美国这个纽约 证券交易所 这种就是 咱经常批的 这就是所谓华尔街 实际上 法兰克福没落了 欧洲的法兰克福没落了 而在华尔街 出现了 首次出现了 管理上万亿 这个经规模的管理公司 像这个贝莱德公司 现在是七万亿 管理七万亿 这个 这个复达是管理两万亿 就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 华尔街的这个金融服务 那是全世界的这种 简直是独占地位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这个 西海岸的高科技 这个也不是 自古以来就有的 像这个硅谷的兴起 现在硅谷的 它这种发展 一直蔓延到这个 向北蔓延到这个 西雅图 向南蔓延到这个 圣地亚哥 我是前年 我在圣地亚哥的时候 他们只给我看 就是过去 这儿是个农场 对不对 现在呢 就是一个高科技公司 就是你能看到 没落的时候 你要看到 它兴起的是什么 就是在这样的 一个情况下 你像一个苹果公司 它的市值过了两万亿 两万亿什么概念 就相当于日本 前32位上市公司的总和 相当于四分之一个 A股 而美国过一万亿的这个 公司可不止 苹果一家 对吧 所以从你 从这个角度看上 它是增长引擎 它一直在变化 就美国的这种 经济上的支柱 一直在变化 从农业到工业 现在的金融服务和这个 高科技 当然国内的服务业 也就越来 比重越来越大 那么在这个 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就是说 是采取什么样的 这个措施 来应对这个 全球化中间的挫败者 也不是他们的错 因为你开放了 所以工业 这个资本 就自然就外流 不去中国 它会去东南亚 它会去印度 它一定会走 就像日本和 这个台湾的资本 它一定会像中国大陆 像东南亚转移一样 这种产业资本 很清晰 因为有更高的 比较利益 你不能谴责说 这资本是拍卖了 这国家 这钱真的 真的是他们家的钱 当然这个 它应该怎么样 回馈自己的祖国 回馈自己的 这个公司所在地 母公司所在地的 这种国家 这是另外一个 但是这个就显然和 这个让工业再次崛起 让产业资本都回归 让这个 这个是不一样的 让美国农民 出口更多的 这个粮食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显然 美国的农业 我们知道 它是有补贴的 美国农业是有补贴的 如果说你强迫工业 产业项目回归 实际上也相当于是要补贴 但是你给 那个补贴的税 从哪来 是不是从 从东部的华尔街 和西部的这个 加州来啊 就是加州周围的 这些高科技领域来 因为它是美国最赚钱的部分 就是东部和西部 这个实际上 这个 这个在世界史上是非常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一个事 你不仅是在现在 现在你像那个 日本的几个大都会 只有东京都 它是盈利的 那就等于 它在支撑着日本政府的开支 完了以后呢 再向其他地区去转移支付 那么现在美国也是这个概念 它是美国是靠的东部西部的这个 高科技和金融服务 在支付这个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福利吧 它尽管不如欧洲高 但是它也是 他们在实际支付 而农业是要补贴的 是靠 因为农业的竞争对手 有拉美 也有加拿大 也有澳洲 它是有竞争对手的 那工业显然都 都已经不竞争了 都已经走了 它就不是竞争对手 它已经是合二为一了 就是说 中国对美国的很多出口 实际上是美国公司 和西方公司 是他们在出口 而这个美国拿到的是什么 美国拿到的是这个 资本盈余 但是这个资本盈余呢 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 我看到一个资料 那个应该前几年呢 说这个苹果公司 它在爱尔兰 应该爱尔兰避税天堂嘛 因为这个欧盟要 要惩罚爱尔兰 就是它在苹果公司呢 大概苹果公司爱尔兰 有一千亿的盈余 但是它不把它调回来 它给美国的股东 这个发红利 它是靠木星股 所以这个就是说 资本上肯定是趋利避害的 你这个地方税高 它肯定就跑 但是这件事情 是不是对 对这个 整个全人类是有好处 当然有 那对于美国是不是有好处 我认为也是有的 看你怎么应对 美国公司 挣更多的钱 对美国 当然不是坏事情 但是你如果说 按照这个 说这个 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种解释 因为这个词是 也是一个老词 就凭装新酒 如果装现在这个酒 就是强迫产业回归 当然这个 那我说的不包含一些 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地位 有关联的产业 那强迫普通的这个产业回归的话 那就相当于补贴 因为你不补贴资本不来的 就像福耀玻璃 福耀玻璃他在这个美国设厂 设厂他的这个曹杠怎么说 地价便宜啊 电价便宜啊 州政府还给补贴呀 但是他来以后碰到什么 碰到是工会问题 这是另说了 就是说你不给补贴 他是不来的 那实际上他也是 因为他在中国的成本已经够高 他也想 他也想 这个转移产地 转移生产地 所以我想呢 就是说 在这种班农方案和桑德斯方案之间呢 真的是很犹豫 就是说如果说桑德斯方案 就是说我给你这个福利 全民医保 我给你这个 这个教育补贴 他是这种方案 但是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反对桑德斯方案的理由 就是说 那你这是搞社会主义 你是在腐败我们这个 这个国家精神 你这是不是 你这是社会主义 你这是甚至是搞共产主义 那么如果说 照补贴那种方式 就是说是 我要站着挣钱 但是实际上是靠国家补贴的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 跟你领这个领救济领福利 这个比起来 也不一定是很智慧的 但是当事人可能会感觉 因为国家给的是 他是产业补助 给的是产业补助 但是呢 他自己觉得 我每一分钱都他自己挣的 实际上是国家给的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就是从 从东西海岸那个 高科技和金融服务里得的钱 去补给这些 我说的这个叫什么 铁锈地带那些传统工业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行不通 而事实你看 在川普总统这个四年任里头 这项工作 我觉得似乎也没有太大进展 就是说这个工业回归的问题 工业产业会 因为他也希望这个华尔街 这个还是能赚钱嘛 股市你要能涨 如果说股市你要涨 但是你把他的制造都签回来 我估计他的市值就跌下来了 所以这个是牵一发动全局的事情 这个确确实实 不能是一个纯粹政治意愿 而不管政治后果 如果说我更关注的 就前一节我跟君涛博士讨论的时候 我更关注政治后果 你的政治意愿当然很重要 但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就是说在班农路线和三五四线之间 美国人民必须做一个选择 但是我自己 我当然不能替美国人民去表这个态 但是从经济后果上来讲 我把它说清楚 一个就是接受桑德斯这种补贴方案 福利方案 另外一个就 班农那个方向呢 实际上就是 牺牲东西海岸的这种竞争力 来补贴这个 西洋产业 落后产业 你不要说这个工业 等于他制造那个部分 确实中国也能做 那你美国工人做有什么意义 你花了这个三到五倍的工资 请美国工人来做呢 就是为了让他得一个体面的收入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可能是政治领域的事情 我就不再再再说了 那个君涛博士您请 对第一个呢 我觉得新语讲到的说 就是好像这个五百年大国行衰 人家五百年中间 就在西方的重商主义起来之后 再加上他的工业革命啊 还有的这个军事技术发展之后呢 他能把全球打成打通啊 就真正开始形成一个全球体系啊 地缘政治体系之后 其实在我看来就有过两个 如果加上中国是三个 就一个苏联一个美国 其实包括大英帝国 虽然他是日不落帝国 但实际上他跟很多的西方国家 要进行竞争 进行战争 他而他更多是靠着在 那些国家之间玩平衡 在维持着他的一个世界帝国 这个位置 所以真正能够说 说一不二 就是last word 就是我说了算的时候 就是前苏联和美国 曾经在他的地缘政治范围内 他们说了算 现在中国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新语的问题 大概说 我知道新语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现在在中国的 他有个很强很强的一个可判 就自己的国家能够崛起呢 这美国是不是衰落 这个我同意许光的 美国根本就没衰落 美国的所有的专家都在算账啊 各个领域算一来 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的收益者 就说 因为这么讲说吧 说就像我们说 有美元几个地方在这 其实全世界国家 不管你怎么发展 你都要向美国人民交一份钱 中国在内 对吧 你说那个公司到中国去了 是中国人呢 拿着赚的是劳工辛苦钱 中国人还要把他们的环境啊 怎么贴进去 就银食毛粮的贴进去 给他们转着 而美国关键这个产品呢 什么像Nike这些产品价钱 还不降 还往上走 问题是这笔钱呢 就是华尔街赚到了 刚才这个旭光也讲了 华尔街赚到 华尔街也绝不会老老实的 就把它放到美国了 他是把这个钱呢 放到了很多其他地方去 在中国人在一些地方 搞的公司叫空壳公司 其实对美国的很多犹太人 那不是空壳公司 那就是放钱的地方 他在美国搞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这个资产管理公司账面上吧 有时候他把各种费用 跑去他还微亏 他不要交那个所得税 让他把那些 放到那些就是 世界上税低的国家去 那这样的话就说 美国并没有衰落 刚才我就不再多说了 华尔街的 还有这个美国纽约州的 对吧 所以他就服务产业的再度兴起 这个产业很昂贵啊 那么还有西岸的新技术 包括这个一些 美国掌管的最先技术 这么说吧 现在全世界储存的技术 大概很多也在美国 那么中国人搞了很多 最后一英里的技术 最后一公里的技术 但实际上前面 那个99公里的技术 都还在别人手里头 这些呢 就跟日本当年似的 日本当年也是嘛 就是弄个汽车 汽车主体设计是别人的 日本搞了很多什么节能啊 搞了很多 这个基础上 做了很多的小花样 现在日本呢 后来但是他市场销入好 但是不见得 他这个核心的产业 核心的技术 不是在这个 这些国家手里 那么我觉得美国 实际上现在并没有衰落 而且美国更强大了 在新一轮的技术 和未来的技术中 美国可能继续 在吃世界的牛耳 这是一个 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现在就是美国人的衰落感 怎么来的呢 刚才这个旭光已经说了 其实在这个财富的转移 和全球产业的重组过程中 美国一部分人被甩出来了 甩出来之后呢 这部分人呢 本来呢 在一个正常的发展 应该通过国家的 转移支付来解决 旭光呢 也讲了美国 现在不是没有转移 这么对农业呀 包括其实对 有些对这个企业的 大企业 一些让利争的 这是美国民族 很不满意的 说实际上 实际上 事实上是给他们 很多的这种照顾 比如美国花了很多的 国防的钱 等等那些 对吧 你说你个公司说 你说你 你说你赚那么多钱 你不欠美国的 你不欠美国人民的 那陆军的士兵 是美国的平民子力 去当兵吧 对吧 那美国的国防 美国对世界的威慑力 和美国的这种霸权 已经能到各地 同行无阻去做生意 而且只要你说 你是美国人 全世界人民都那种 对你的那种 流着口水的 看着你的那个表情 那还是跟这些 普通的老百姓 跟这有关系 跟美国强大的军队 跟这个国防有关系 这些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 当然这是一个 政治哲学上 经久不息的争论化 我知道呢 那个 因为这个 旭光呢 是奥地利学派的 所以这个 他在这个 奥地利学派上 看纯经济上 看问题 可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人类社会很多问题呢 包括 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 它不完全是 经济上的东西决定 它有很多政治上 要经济都能决定呢 犹太人 早就 那个什么了 对吧 犹太人现在 还是他的政治 实际的政治地位 和他的 这个掌管的经济 和文化教育 这方面的资源 是完全不相称的 这个好了 话来说呢 但是我觉得呢 其实旭光讲的说 在美国的境内 其实无论是 桑德斯的方案 还是这个班农的方案 班农怎么是个方案 我觉得班农 是个很烂的东西 那个东西 我觉得根本 不是个什么方案 那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怎么呢 怎么说呢 说拿来叫牌 就拿来叫牌呢 叫叫板 做讨价还价的筹码 可以在那个想法 那个东西是不能实施的 实施就是个灾难 那么这个呢 就说 但是桑德斯的方案呢 是一个欧洲通行的方案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 实际上主要民主国家 都做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 说一个什么 你要看蔡英文的政纲 施政纲 你看他竞选 施政纲 那就是 如果桑德斯是共产党 他这个是共产党 他是紫红的共产党 这个 那么 把这个跑开之后 我觉得其实现在是 全球化进程呢 是需要一个 全球的一个管理机制 我觉得人类现在缺这个 刚才旭光讲到 那个比较优势时候 你没有考虑到 一个国家制度落差 所带来的 就是制度创造出来的 比较优势 比如说他有贸易保护 对吧 他有些文化的 这些都能创造出一些 纯经济资源流动中 没有的比较优势 其实川普总统抓住的 就是这个东西呢 他就认为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纯资源流动 你看那贸易中提的 对吧 三大话题 一个是这个出口补贴话题 一个进口币的话题 还有一个就是 知识产权不付费 这三大话题 他讲的都是 在资源的设置流动中 中国政府的 有些比较优势 是他抢的和偷的 骗的 不是这个正常的 所以如果要真的 想解决制度落差 所带来的 这种主权国家 民主主权国家 所带来的 这样的一些 不合理的比较优势的话 那就要建立一个 全球管控机制 如果美国允许一个公司 像中国政府 比如说纽约州 他允许 他去搞这么一套 保护的话 那纽约州 可能对别的地方 就取得了一个优势 对吧 那么他现在就 关键美国联邦法律 不许他这么干 他有反垄断的 他都这么去做了 而中国的政治 又允许他的公司 这么做 当然中国的 就会占了一个 这个便宜 那这个优势 其实你说 你说在最早的 马化腾 他们搞的这个 真的对美国 那些IT公司 有优势吗 他现在有优势了 这个优势很大 但美国不能去 到中国去占 他的这个便宜 跟这有关 所以我在讲说呢 其实美国的问题 现在已经不是 在美国境内 能解决的了 美国需要 帮着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 铲凭那些 不尊重人权的 不民主 不公正 不讲法治的 这些国家 然后造成一个要素 真正的能够 自由流动 你想搞个签证 都这么费劲 我这个说个笑 就是我有个朋友呢 他这个坚定的 支持什么台独啊 等等 后来那次到英国 现在搞了个签证 他怎么那么复杂 还要搞那么多 独立国家干什么 从此他有的时候 他不主张在 什么搞独立建国 就是说这种主权国家呀 对于人类的资源 流动 市场等等 这种分割 实际上是很不合理的 而这个如果不解决的话 那美国的问题 是不可能在 他的境内得到解决 那而且呢 其实我也知道 虚光就是知道呢 其实我觉得你知道 我觉得你很倾向于 桑德斯这个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呢 但是又有背于 违背了这个奥地利的 这个东西 而奥地利这个东西 要在美国现在实行的话 他就真的是叫很多国家 就占了美国的便宜 而美国这些人 问题好像就得不到解决 就美国这些失落者 就说我们说 川普总统关心这些人 我同意说 我们来看结果 只不过就是呢 你让我解释 川普的那种危机感 是不是川普 就是像有的人 不喜欢的人说 他像个流氓 是站着位子不想走 我说不是 我是想解读一下 我是想解读说 他为什么站着位子不想走 连规矩都想要 他觉得他身上 负着一个使命 你知道宗教上说 这个有使命的人呢 是要改天换地的 像这点眼前 这个制度算什么 所以我是想解释一下 我不是说 我赞成他的这个动机 你知道我不是这种人 我也不是说 他的动机就应当是 我们考虑他对错的原则 我只是想帮助呢 咱们大家来一起 来理解一下 川普总统内心中 他绝对对吧 他不是像我们外面 批评他人那么想 他是怎么想问你的 我这个意思啊 我让我完全同意的说法 就是我们要看结果 最后的大选结果 不会根据你怎么想来决定 而这个你所想的 最后所给美国社会 带来的后果也不是 我以为说班农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班农这个东西 他是一个根本就不能 就是不能入流的东西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他这套东西 是不能实行的 也实行不了 但是他就可以叫牌 他可以怎么做一个 就是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筹码 好吧 你说吧 在这个百万分之一 或者十万分之一的概率下 某一个时刻点 班农这个东西 有可能有机会实行 但是美国肯定就是三流国家了 但是现在看不到 没有 因为他本身啊 班农本身也是个很矛盾的一个人 就是说 这个就是他身上 就是他其实他不是一个 很追求一个严谨的人 他不是这样的人 也不是很追求一致性的人 所以他只是有一些感觉 他就是把这些感觉 给概括出来了 其实但是我觉得吧 就人类政治上 就像宗教似的 宗教所许诺这个王国 肯定是在现人类现中 是实现不了的 但是他确实对社会 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你不能因为他不现实 好像咱们就没有必要让他存在 那不是的 就是说 他确实他的这种东西的存在呢 对于美国社会 去理解自己自身的困境 和寻找出路呢 是有一定帮助的 可是他不是出路 好的好的 那下一位新人 两位先生好 我想就是讲一个中国的问题 就是一个感受吧 就这次疫情 我觉得就是 从国内的这个经济讲的话 是就是 体制的力量在大大的 就加强了 就比如说国企 还有这种 就是 制度里的这种体制内的人 比如说什么教师啊 公务员啊什么 他们几乎是收入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反而是不断的 就是反而是 有的甚至是 还比以前还多了 就是然后前几天 我看到一个报告 就是中国在疫情期间 发的很多的这些 这个贷款啊 大部分都到了这个国企 还有一些就是政府 就发工资这个 那里面去了 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民企 大民企里面 就是大型的民企 好像受影响也很小 但是大量的 比如说这种 中小企业和这个 和这个这个这个 个体户 那就惨了 很惨 所以我就想就是 现在包括 刚才君涛先生讲的 这个就是 又要在新疆和这个地方 他这个 他这个就是 感觉就是在不断的 还是在加强 这种体制的力量 他这种体制力量 本身是跟这个发展 是有矛盾的 但是为什么又 中国好像似乎又是 这种跨国企业的 很青睐的地方 就像一个天堂一样 我就觉得有点矛盾 想请君涛先生分析一下 现在君涛先生 现在不在场 我我先带 带为执行 就是 您说的这个 因为跨国企业 把中国只当做加工厂 是这个这个原因 就是加工厂 他需要的是 简单劳动 简单劳动 就是那么 你可以想象的 什么的 想象那个 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之前 那个 种植园 那个 他是和这个英国 他是互为贸易对象 他把棉花 这个卖给英国 他是原料产地 卖给英国 英国把它 纺成布 卖给全世界 他 所以 他反过来 又从英国 这个输入 这个工业品 这样的话 实际上北方的工业品 反而在南方 没有市场 一个就是说 可能就是这个产品质量问题 另外一个 就从海运的 这个 我看到一个资料 据说是从 当时北方的工业区 运到南方的 这个陆运的 这个费用 实际上比海运 还要高 海运可能就时间慢一点 所以在这样 情况下 他 客观上 他跟英国成为 成为一个比例体 这个 经济上的这个东西 他是唯利是图 只要见缝插针的 所以你说 中国这个现象 就是非常简单 中国招商引资的时候 他拿什么东西来 吸引外资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土地转让费 是吧 三年的 免三年税 免三什么 花 减五 是这样 那他在这个时期内 那个 这个外资 当然就是有利可图的 有利可图的 就是基本上 没有底皮费 这个 没有税 那就是工人 工人又 又是这个 发达国家的 五分之一的工资可能 那他这个动力是非常强 而且政府 那个 采取一种 就是 这个不能叫重商主义 就重商 就是 这个 这个 整个官僚系统 围绕着这个 招商引资 围绕着外企 做服务这个状态 那他在 别的国家 是享受不到的 这是 这是一个阶段的事 至于您说的 那个 这个期间 这个 为什么又 又倒流了 这个应该是 从胡温 后期 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说 美国 中国进入 WTO之后 这个 他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机制 WTO 即使是国企的劳动 也比 也比这个 发达国家的 私企的劳动 他这个 这个 这个收益 经济收益要高 就是工资低 有听话 对不对 你想想 你管他什么体制 你一下把工资 给他提高个三五倍 你看他劳动激情 是不是上来了 而且你看他都是 基本上都是 这种技价工资制 技价工资制 不是说这种 技师工资 这些 长三角 珠三角 基本上技价工资 那就是玩命干的 一个概念 那很多人 很多工厂工人 因为这个 加不了班 还游行呢 还抗议呢 所以 这西方人可能 想不到的一个事情 所以 这个 但是从胡恩之后呢 他们有了这个 和西方合作 这个渠道 他对国内的这个 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 就完全丧失掉了 所以这帮人 本来有 可能有一些 改革开放派的 一些青年官僚 最后他们也就全腐败了 就觉得这个就挺好 而且在 08年之后 这个推行 这个所谓 四万亿 这个 纾困计划 那个 基本上都是 这个大商项目 大方贷款 而且都是 能拿到钱的 都是这个 政府信任的人 或者说 跟官员有关系的人 所以这个 这个他们更没有动力了 更没有动力 这个太享受了 这种 这种经济体制 太享受了 只要他跟外资 这一块 保留着这个 呃 就是特殊政策 就是你看 你都是叫特区啊 或者说是 高新技术开发区啊 都是开发区经济 那么民间的什么 民间的就是 这个贸易市场啊 什么 都是围绕着那个转 围绕着那个转的 那如果说 这一块一旦断掉 那国内的 就他们能想到的 马上就回去了 你国内的体制 基本上是停 体制改革 基本上停滞不前的 甚至开始 这个习近平之后 开始往回道啊 就是呃 党政 呃 党政 分开 政经分开 他就往回道了 党政不分了 呃 政经也不分 那那你往计划经济回归 啊 而且计划经济 它实际上是 呃 本质上就是一种战事经济 就是一种战事经济 而把他常态化了 实际上是共产党把他常态化了 那从他性质上来讲 也有道理 因为共产主义要埋葬这个私有志文明的 这是他的根子 如果习近平不忘初心的话 他搞这个战事经济 搞计划经济 搞备战备荒啊 优待自己人 像朝鲜是先军政治 那在这个中国先军先干部 这个已经是这样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最最这个忠诚的 最体制的人 他有待着碰到问题 他他当然是跟这个民主国家一人一票 有很大差别 当然建制拜情集团 他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像军刀博士说 这个让人民很不满意 但是终究他还是有这么选票制约 有法律制约 还是不一样 那军涛 您刚才听到那个这个问题了吗 是这个猜一猜吧 这个我觉得有时候 有时候不让别人把话说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一 他这个说的时候 我就知道可能要要说什么时候 因为大体上 你说我们也就是 像你这些区光 你也读书 其实差不多 像我们能想到的很多问题 在人类社会都争论了 好长时间了 基本的争论思路 是可以捋出来的 就是我是觉得呢 像中国的就是 现在就是你注意 就是现在美国的 现在就是华人的英国 还用了个词是 北京是重商主义的 其实重商主义的政府 我想呢 有一些 有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说他完全 我觉得邓小平呢 可以说是个重商主义的 就是他为了发展经济 经济为核心 其他人都要围绕这个 为了到海 去这个赚钱 脱贫而奋斗 而这个脱贫就变成了一个 要开放 像开放要钱 开放要钱 就变成了为了开放 把国内的东西给拆掉 这个有点 但是这个东西吧 还有点积极意义啊 但是真正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呢 就是在比如大英帝国 他就跟炮剑争的那些 还有一个呢 真正的就是比如像西班牙 这些欧洲 有些王室也有过重商主义 但是为什么不能贯彻下去呢 就是因为王室本身的政治利益 挺腐败的 他实际上最后 他是打压了商界 那就是所以 尊正的重商主义 也就在英国这种国家中间 就是他因为获得了这种 他有了个宪政制约之后 然后呢 有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 这样一个工商阶层 他们的一个工商利益起来之后 然后要求国家用军事保护他们 所以在中国共产党 也到了后期 你可以看出来了 他跟这个英国那个王室差不多 开始的早期的那种 就是发展经济的 面对开放的重商主义 越来越服务于他自己 共产党的这个集团的政治需要 然后他把安全就提到了 现在把安全作为核心化 这个你就可以发现 他现在你看是 中国就在前些年 在你说在胡温时期 往外走的这些公司 现在都在往回收 为什么呢 他就当然他说 这要去杠杆 去杠杆是个理由了 就是他现在很多钱 在国外发展 这样是去借着钱 借着国家的钱 让他们回来还钱 还有我觉得一个原因 就在于呢 他觉得这里有很多的因素 是不能控制的 习近平这个人呢 独裁者有一个心思 就是他因为知道 独裁不得人心 所以他需要把所有的东西 都要控制住 每个角落不能有死角 这样的话 回归计划呀 动战时动员啊等等 就跟你讲的 一系列这种控制 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是他 因为他以国家安全 来提出来的时候呢 国家安全不能有死角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恐怖的 这个国家这个怪兽啊 这个利未产 就会要把公民的 每一个细胞 恨的都给你管起来 因为你知道 现在说天文广场 不是说那个监控 已经到了 如果发现你情绪不稳定 对吧 你一去还有那种情绪监控 如果这人假如情绪 如果发现他不稳定 马上就会有便衣跟上他 就说因为 你可能可能不动声色 但你的血压 已经在悄悄升高 你的心跳加速了 可能你是 当然跟老婆吵离架 但是不管 反正你可能会在天文广场 做冒险行为的时候 他就会管你 这个国家都恐怖 我以后都要再进一步发展 就把你细胞里的什么 还有这 这我瞎说了 什么血糖啊 什么的变化 他都给你 但是你走回去 全可以测出来了 那这个 他就是当以这个 这时候 其实你就知道 重商主义就行不通了 因为其实重商主义 在于谋求在海外发财啊 谋求增加国家财富 说到底就是工商阶层 他们在增加国家财富 要给他们松绑 要给他们创造条件 这是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的政策 后来就有点像欧洲王庭 知道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执政利益 而且像你说 为了自己的那个官僚 等等的岁月静好 然后现在开始实际上 对于工商现在开始 给他开始重新设捆绑 被他们进行打压了 这个信息技术啊 对这个计划经济没什么用 但是对控制人 倒是用处倒是非常大 那么刚才那个 君涛博士中间 讲了一个重商主义的概念啊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在经济学里头 重商主义简单来讲 就是他要讲 这个国家要出口 要比这个进口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川普总统是标准的重商主义 另外一个这个比较优势呢 不是说你在这方面比别人强 而是说这个 你打个简单比方 就是说你在 这个比如比尔盖茨吧 比尔盖茨 他同时是两个冠军 一个是赚钱的冠军 一个是打字的冠军 那么他是不是这个打字都要自己来打呢 不一定 他可以拼用一个比他打字很差的人来打字 那那个这个打字就是那个人的比较优势 这个是这个贸易上的李嘉图原理 李嘉图用这个来讲述了国际贸易的必要性 就是说一个处处不如人的人 也可以在国际贸易中间对别人有用 也可以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这个可能这个在讲述的过程中间 很多人会把它就是望闻生意 就讲到这个经济学概念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一个大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 那我给你做个注意 就像一个开门的 其实我为公司总裁开门 可能比这开门的棒多了 但是公司总裁对吧 我如果有开门的 我就不会又开门 早晨是晚上开门 然后早晨去赚钱 那我就让这个人去晚上开门 对吧 虽然他看的不如我好 我集中精力赚钱 对吧 这个比喻就这个 对好 星哥 星哥请讲 好的 谢谢 谢谢金涛博士 谢谢两位 我其实想谈 来说说新疆的事情 这个关于这个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或者是 内蒙古自治区 关于这个 这个文化教育的问题 其实我在小的时候 几乎我们 汉族学校都一定会有一个维吾尔语课 而维吾尔语学校 它会有汉语的语文课 双方在语言的教育上 还是比较重视 在我工作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开会 如果说同一会堂里边 是有维吾尔 维吾尔 或者哈萨克 都会是会场中 有一个专门做翻译的 嗯 基本上我们有时候 也会开玩笑 一个大会要开两次 大会的话一定是 这个在文件上 一定是有维吾尔语 或者哈萨克语 比如说我们在伊利哈萨克之中 它一定是哈萨克语和汉语的 在自治区 它一定就是维吾尔语和汉语的 但是从2000 应该是从90年代的中后期 这个维吾尔语教育 就基本上在新疆学学校了 我相信在2000 2013年 14年 15年 15年 关于新疆自治文化厅 的教材案件 其实这个教材是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维吾尔语的所有的教材 都被认为是违法的教材 所有的自治文化厅 教育厅和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这种维吾尔语的 中学 小学 这个教科书 全部成为了一个被受缴的繁重 而且这些书籍已经在新疆 已经有了20多年的 作为教材的这种历史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政策是一步一步的收紧 从胡耀邦时代 因为那时候就在新疆 胡耀邦时代的 当时的新疆的政策和现代 因为都是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 到目前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 都没有被废止 然而在这些地区出现的所有的事情 几乎都是在违反 他自己颁布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 所以我给予这个新疆和新疆 就是这个东土耳其斯代独立运动 我确实是给予很好 我是给予同情和支持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 不得不使得这一个民族 他们出现这种 为了维护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习俗 而做出了一系列的抗争 所以我其实想听听两位老师 对东土耳其斯代独立运动 是怎么看的 谢谢 薛光 成了我的场子了吗 你先说 对 我是觉得在一个 一党专政的国家领域里头 任何区域的人民都有自治的权利 都有追求独立的权利 他们是否能够明智的使用这个权利 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就像在东欧国家 当苏联在有驻军威胁的时候 那么他们不追求脱离苏联体系 这是政治上的这种一种明智 但是呢不意味着就是他们这种自然法的权利是没有的 这个从首先这个从法律上来讲 我觉得任何一个区域的人民 他们都有这个独立权利 不仅在民主国家 那当然他是和平的 在这个专制国家 那简直就是不由分说了 这是一个权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是我的原则的一个立场 另外一个对东突这个运动我还真的不是很了解 那尽管有个别人见过一两面 但是我还真不能了解 真不了解这个事情 我不敢做这个支持啊 这样的表态 我做不了 君涛 其实呢就是这个问题呢 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说东突运动呢 我觉得如果放到一个刚才旭光讲到的 作为一个表达自己政治意义这个建议的话 我觉得这种意见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赋人权 就是任而且这是包括中华民国国宪法 都要保障的一个权利 就说你把它作为一个 那么如果在政治上呢 就是看你在采取行动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那么在这跟这个就有关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这个合法不合法 当然除了就是就是有中华民国有他的一套法律 而且他中华那个潜规则 我说我们不要承认这个潜规则 只说这种公开的规则 再一个呢还要看这个法律 是不是和中华民国国加入联合国 受承诺的遵守国际社会在二大战中后 二大战后形成的这套这个要求呢 联合国的会员国都能够去遵守的一些人权义务 我觉得这个要跟这个有关系 要那个法律跟那个冲突的话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应当修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呢 东突运动在表达政治意见上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而且呢 在中华民国国呢 现有的 就是如果我们不算潜规则 或者他把他这个签的联合国公约 这个考虑来说 他应当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问题现在是呢 就像刚才徐光新的讲到 对于自治区民族自治区的 他根本他现在不按那个办 刚才那个新歌讲到 他说他不按那个办 他自己就在天天违法 你要是违法的话 那么出来对你一个反弹运动 是应该的 可是呢 东突这个问题和台湾问题啊 还有包括现在香港独立的问题 我刚才其实也讲到了 其实呢 我认为独立不管多么符合 一个民族的 或者一个地区人民的这种 集体愿望和集体利益 在现的规则 但是 主权国家 我认为是该消失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来 谈人类发展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 比如我们讲到地球村的概念 地球村的概念 它有很多很坚实的问题 需要全球采取统一行动 而如果全球 如果不能做到制度性的划一的话 就会有一些人 搞一个自己特殊国情的制度 去占别人的便宜 或者freer rider 或者就是 对吧 就我们讲到说 其实川普总统在这个头疼 他就是看到这 但是刚才 其实旭光先生 我也同意就是 真的你把中国 你看到布满都拆了 美国这些人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因为它是一个全球管控 就全球现在需要一个管控机制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现有的主权国家 都应该拆掉 让它消失掉 然后呢 人类建立一个 就是在最基层保障公民的权利 基本权利 全球的公民保障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就说呢 在这个凡是能够交给公民管的 公民自己管 能交给低层次的政府的 交给低层次的政府管 就这个社区自治 然后全球的问题 要全球统一管 不要再有人去占一些 就是等于这个占 利用一些这个落后的制度 或者不公平的制度去占 另外一型的便宜 导致另外一型进行反弹 在某种程度上 川普总统对他 就这样一个反弹 他代表的一个 当然旭光先生分析也对 这个这种反弹不是问题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最后可能会导致美国的这种衰落 都是有可能 因为等于就像说 你说一个流氓 他跟一个君子打架 对吧 流氓是占了君子的便宜 可是君子你要把自己降到流氓的水准上 打的时间久了 你也成流氓了就 对吧 就说这个 所以在这点问题上 我觉得呢 说可是呢 你也不能说这个社会呢 就让流氓存在的君子 就按照说 我们就按君子之道来带所有的人 那就你就吃亏嘛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全球要 如果从建立一个全球管控机制 让主权国家消失 就现在人类社会在研究全球化 也在讲说 这个全球化在正在两个层次上 让主权国家变得就越来越不重要 一个就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公约 确保这些公民 就是所有的人 作为自然人来说 但这些国家都享有相同的这种权利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通过一系列国际组织安排 和国际合作的安排 把主权国家呢 受很多国际义务的限制 如果在这个大背景下讲呢 那我就觉得呢 说东突这个运动只有在一个上头 我觉得能有一个意义 就是说能让我们这些中国的 就作为说 刚才这个虚光本来希望讨论大汉族 咱没讨论他 那么让这些大汉族主义者们 能够意识到 不是你才有一个民族 别人也有一个民族 如果这些民族真想和平共处的话 那么就平等 那平等 其实真正的平等的含义就是 我就把这个主权国家把它给它打散 打散之后呢 在大家都是作为一个 就建立一个全球统一广光机制 所以说像对台独啊 藏独啊 疆独啊 等等 还有这个蒙独啊 等等这样一个概念 我说呢 在一个阶段中 它或许呢 有它的一些积极意义 至少推断汉民族吧 就你所领导的这个 所谓中华民族国呢 就你作为独大的呢 你一定要改一下 改你的管理方式 不要太迷信于暴力或者经济又胡萝卜加大棒 好能解决一些问题 文化问题不是胡萝卜和大棒能解决的 能让他们依照这点能够更文明一些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 能够促使呢 这种民族国家呢 早日的退出人类的政治舞台 然后这个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国际合作机制 这点呢 其实我就觉得我对川普总统就有意见了 他们其实现在世界上只有美国能承担这样一个使命 但川普总统这个退群呢 当然他要退群之后再建新群也行 这个我就支持了 但是如果假如简单的退群 退到班农 退到他们所说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 真的这个人类社会就可能将来就会在这些 无休止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 那就会 就把人类搞得筋疲力尽 那是无穷的这种财富和这种生命的代价 这个国家呢 一直是在演变 我记得有一个资料讲的就是护照和签证的出现 本来是指的是在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 给予这个外交人员的一个特殊权利 因为战争期间边境就封闭起来了 实际上在平时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就忽然想到 互免签证才是一个正常状态 而需要签证的说明两个国家处于这种紧张和敌对状态 潜战争状态 对 你这个解释很好 对 有时候就是反着想 反着想 比如说这个废主死刑 很多人就觉得废主死刑很不好啊 我说废主死刑意思就是说国家把复仇权给你了 还给你 他不垄断了 还给你 还给你这个社会了 社会你要觉得那人该死你就处罚 你出发了他你也不会被判处死刑呢 所以你反正来想一下 有些这个很有意思 迈克 对 迈克在吗 OK 37 迈克来了 他打开了但是没有声音 有 但是这些要不不好 听不清楚 要不下一位吧 37吧 网络的 他可能网络问题 郑熙光先生好 那个 君涛博士好 三级好 然后 就是前面说主权国家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废除主权国家这个太远 当然可以走国际合作这个对于主权国家有所限制 但是其实按照法理来说他还是要主权国家认可这个 我觉得像之前就是粗浅的理解的TPP这种方式 就是说 如果你不接受这个限制我可以不带你玩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就是不是颠覆性的 但是是比较符合现在已有国际秩序下的一种逻辑 就是还是保证主权国家你的参与 我也没有办法强迫你中国 改掉你身上的一些毛病 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我可以不跟你做自由贸易 我们自由贸易设一些底线 我觉得这个的话 好像我觉得操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然后另外前面其实我举手的时候是想谈一下 就是美国的这个独立社会啊 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其实最早我记得是在一两年前吧 不是好多年前了 这个是第一次2016年 好像不是2010 就是这次选举就杨安泽那个提出的什么 每个人都要花一千美金那个事 我和我家里人第一听到的反应都是 哎呀这个简直是胡闹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比较属于 觉得这种随便乱发福利 其实并不是一种很认可 但是后来在这个聊天室时间长了之后 就是听了一些其他的看法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郑徐光先生前面说的 那个观点比较接近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国际分工 然后但是碰巧你现在美国有优势的领域 就比如说农业啊 然后还有就而且是美国这种特殊的农业形式 大农场大机械的这种农业形式 再加上美国的金融教育高科技 他都不是特别能消化就业人口的 所以说他的就业人口真的就会渗下来 那么你就应该拿你优势产业这些形成的这些 可以说是超额利润 我不知道这个词在经济学上是不是站得住脚 就是说你这些优势产业 对你这些产业确实能赚很多钱 就这么说吧 消化不了这么多的就业 但是呢你这些产业确实能赚很多钱 把这些钱拿出来做福利 恐怕这是美国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况之后的 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自然而然的选择吧 你可以不这么做 美国你可以说有自己的文化精神历史等等 但是我觉得不这么做 好像不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态度 现在的现实就是你的优势产业 消化不了那么多 碰巧是消化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口 因为你本地服务业这个东西是不会被 至少大多数的本地服务业 不会被那个叫什么其他的取代了 但是你的比如说科技的服务业 IT服务业 印度它可以可以搬过去 然后制造业可以搬到中国 你确实没有就业的竞争力 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 对吧 那你拿你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利润来 就是弥补他们吧 美国也有能力这么做 但是我觉得很多传统上右派或者是支持共和党的 就是会觉得哎呀 这样做是怎么样怎么样 养懒人啊 怎么样 我不反对美国确实有养懒人这种 或者是说种族问题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白人勤劳的工人 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按照很多人的共和党的说法 也是存在就业问题 而他们确实是面对的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结构性 所以我觉得 想到了这些之后 就是吸取了这些信息之后 我反倒开始转变我那种 对于美国要确实要搞一些福利的 多搞一些福利的本来的那个态度啊 我就觉得确实有可能 美国确实要多搞一些福利 我的想法再往那个方向去转变 我不知道军涛博士和 是不是正确的理解了那个叫什么 大家的观点啊 就是之前的讨论 对我先说一下吧 其实我在讲主权国家消亡 也是通过缔约的方式 就是而且呢 让他让渡出一部分权力 而其实我们知道就在现代 论述现代的这个宪政民主政体 和共和政体的这种道德哲学的 合理性的三大思想家 像卢梭 还有霍布斯 还有这个洛克呢 他们其实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 就是公民呢 处于自然状态 绝对自由的公民 为了自己的安全 那么为了共同生存和发展 于是让渡出一部分权力 成立国家 然后保护这个秩序 实际上都是就这个 其实这个思路呢 就应该是将来的人类社会 应该是各个主权国家 为了能和平 像我们像美国 美国就是刚才其实旭光 讲到了在班农和这个 张作茨这个尴尬之间呢 他就觉得呢 其实美国做什么选择 好像都不正确 只有一条 就是说应该我觉得就是 美国呢 应当把一部分权力让出去 中国也让出去 然后最后呢 建立起一个 逐步让出更多的权力 建立起一个人类的共同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管控 秩序 要按照一样的规则 尊重所有人的权力进行管控 那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关于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呢 其实我是觉得呢 人类呢 现在的经济哲学 就是都还是在一个匮乏的时代 你要知道是自由市场经济 实际上是有两个 是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来自于价值的 是来自于自由的原则 一个是来自于公立的原则 公立性的原则 那么来自于公立性的原则 实际上中间很大一部分就是说 如果只有在能够太略流量的竞争中 人类才能不断保持公立性的进步 但实际上这一点呢 在一个匮乏的时代呢 这一点也许有效 就是对于一个匮乏的 但实际上到了一个什么好的在说 比如像刚才三七先生讲到了 很多在美国人相信这一点 欧洲人其实现在不信这些东西 就说不是说你把这人养起来 就懒了 我跟你说这个年轻人呢 他那个里头那个荷尔蒙在运 都谁都长这个荷尔蒙 不是说他穷的时候 他吃得穷的时候 你让他有饥饿危险跑去干活 他真的他吃饱了喝足了 他会去竞争更高的目标 他去竞争滑雪竞争这个竞争那个 就是不会就是人就跑那 真的就在那就是晒着太阳 然后在那属身上的狮子 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讲说呢 这些问题呢 都是在一个匮乏的时代 经济学者就功利 出于功利主义角度考虑问题的呢 他们所设想出来的人类的困境 那个时候呢 人类匮乏就像 那我老举个例子 其实制度是什么 制度就是当人类有个稀缺价值 需要分配的时候 我们要一个规则来分配它 比如现在有三个苹果 有五个人要 要是一个人要 这个苹果就不需要 这三人就拿走进了 有五个人要的时候呢 我们要一个规则 这三个苹果应该归这五个人中的谁 政治制度呢 就是分配政治权利的地方 经济制度呢 就是分配这个价值资源 等等这样的一个地方 而且怎么进行配置的 这个呢 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只有在稀缺的时候 就像人类最需要的东西什么呢 区域不能离开 离开就有问题 就空气 那为什么就空气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去 那就是因为空气 它是无限供给 它的供可以满足于人的需求 实际上人类 现在社会的生产能力 就像旭光讲到说 农民现在要补贴农民 不是因为农民穷 是因为农民生产的能力太强 它那个农产品实在是太不值钱了 它说话它充分的供给 所以于是要补贴农民 让他们还维持一定的 其实美国的 如果全世界的农民都能够 假如全世界的生产 都能够开足了生产的话 我估计我不知道 我没算过账 我不知道旭光同意不同意 大概10%到20%的生产力 就可以让现在的人 都能衣食无欲 说都穿名牌 吃名牌可能不大可能 就能做到基本的生存 问题其实就是 人类社会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 到现在的制度安排 都是一定要让 有一些人处在一个不幸的状态 然后呢 那你可能说 我这个想法是社会主义 那我其实不用跟我去谈社会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 我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在讲的是一个 从现实的一个描述上来看 现在人类社会有些制度 可能就是要到了该变革的时候 包括它背后的 在设计这些制度的 这些哲学本身 都要变革 自由呢 和效率本身呢 就是不是一个 就是不是一个 必然就是挂钩的东西 就说自由的地方呢 是创造性的效率高 但另一方面 生产性的效率呢 未必就高 就像在军队上 特别强调效率的地方呢 相反 他可能会自由做很多限制 但特别需要创新的地方 就要对自由有更大的自由 所以 但是呢 市场机制是来自于 这两个东西的 一个自由 一个就是来自于效率 这两个的这个东西 那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什么福利国家这些呢 这些争论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匮乏的时代 来自于说一部分人 可能要没有道理的 或者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 要让另一部分人 把自己的财产和钱拿出来 那也是因为 当时这个财产和钱呢 都看得非常重要 但在一个匮乏的时代 这个财产也许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但实际上在一个物质 已经能够极大的丰富的时代 这些东西已经没有 那么大的意义 那么当这些东西说 人类真的都让每个人都吃饱的时候 说你担心那些人会变懒 他脑子还在转 除非这人就是个残疾人 对吧 他脑子脑瘫 然后他可能他脑子躺在那里就光吃 那这种人现在西方社会也不反对 就给他照顾 给他养起来 甚至不让他自然死亡 所以自然死亡就是说 不采取医疗条件 听凭他生死 甚至还要尽量延续他的生命 而那些体格 这个身心健全的人 又有比较正常的教育的话 他们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域 去进行发展 而这种发展本身会回馈这个社会 因为人类是由社会构成了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这个看法你可以说 他很激进 好像是很左 这个其实我不在乎政治标签 我只是在乎说 人类现在有一些困境问题 我们可能出路是什么 哪一种出路可能是对 提升整个人类社会 可能更有进步意义 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君涛博士说这个 我也回应一下他的说法 就是他说的最好的一个点 实际上就是说空气 为什么是免费的 人一口气上不来就要死 为什么是免费的 就是因为他充裕的不得了 充裕的不得了 你占有他没有任何意义 实际上你看那个 任何农产品 他这个当季的 就是西瓜摊 如果说在局部地区充裕的时候 那个也是没人要的 也是没人要的 因为存储还要有费用 运输还要费用 就烂在地头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认为 这个就是很稀缺的地方 在某些地方 他根本就不是事 就像沙漠里一瓶水 那可能把你身家都要了 但是呢在山泉旁边 他根本就 没人能把水卖给你 所以这个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君涛那个思想 好像有点共产主义了 因为马克思当时就讲了 人类这个 这个极大风雨的时候 就可以搞共产主义了 但实际上呢 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我们说的这个 所谓的福利政策 他从来不是这个普世性的 他都是给共同体内部的 比如打个比方 我们把美国看作一个大农村 是吧 他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 美利坚乡 中国人说美利坚乡 那乡政府 他是有土地出让啊 有有各种税费啊 收上来以后 他做什么呢 可以雇警察 可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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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法 法官 但是他还可以分给村民嘛 他还可以盈利了以后 国家 你说 国家你说多收了税 税收多了怎么办 那说你不该收那么多税 但是你记住国家 这个现代国家的这个主权人是谁啊 主权国家主权人是公民啊 所以你哪怕说他名义上是公民 那得享受名义上的这个待遇吧 所以我想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主权国家这个法理上来讲 他是属于公民的 属于公民的 那么这些政客啊 这些都是办事人 那你不可能办事吗 钱都花了 主权人反而就投投票让你搞搞公共卫生 搞搞公共房屋 那你能产生大样的盈余怎么办呢 对不对 因为企业都愿意来来你这 或者你这的这个营商环境非常好 那创造的利润怎么办呢 所以一旦从税上产生出来收益 那肯定就可以就是分给大家 而不是分给无国籍人士 不是分给外国人 当然这个是第二话题 就是这个 君涛博士说的 那是不是给全球异化该怎么走 反正我对这个一体化是比较怀疑的 因为确实这个文化冲突啊 各种 各种这种习惯语言 尤其是语言 各种各样的冲突 这个 你能不能用和平演变办法 过渡到无国家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还是本地人会 会考虑我们当地来自主 就像美国内部还有 还有这个各邦啊 各县 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一样 但是如果说 现在这个还有主权国家在 如果说出来一个联合国 把所有的这国家都管起来了 我觉得可能那也是个灾难 那也是个灾难 就像你即使在美国有人不满意 他可以移民到其他个国家 如果说那个 如果说有一个美国统治了全世界 真正的统治全世界 可能你就无所逃一天地之间了 就跟过去的那个中华帝国一样 我想那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事情 然而这个 这个不深属 反正我总觉得 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就主权国家确确实实 他现在拥有的权力太大了 拥有的权力太大了 可能应该往回缩 但是呢 你想想全民的这种福利 是不是应该搞 像三七讲的 就是说 他是标准的社会主义政策 但是这是社会民主党的 这个不是列宁主义的 列宁主义表面上叫社会主义 实际上列宁自己也不认为是社会主义 他叫国家资本主义 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的认知了 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对 前苏联的那个体制 和现在的这个 或者叫计划经济 他并不是一个 就是说社会民党式的社会主义 也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 好 这个就不多说了 那个义不容辞 回应一下这个旭光先生 美国其实还有一种方案 就是美元大幅贬值以后 中国把世界工厂还给美国 但是华尔街要搬到中国来 那么美国如果 如果美元贬值700%以后 美国的这个国际竞争力 所有产业的都具备国际竞争力了 美国的就业就可以大量 极大的充分就业了 我想这也是川普心中的一个方案吧 也只有这个方案 制造业才能回流美国 我想川普总统没有这个权利 但是形势已经是这样了 因为疫情影响以后 美国市场萎缩以后 资本是逐利的 华尔街没有办法拒绝 人民币升值的700%的暴力 对我把这个唐先生话 换个角度来说 徐光你怎么看 就是说美国都在拼命说 你们老是把你们那个钱贬值之后 增加我的净值 形成对我的美元的这个竞争力 使得我的企业呀 就是我的经济很难搞 就是我的企业要外流啊 我的这个市场叫你拿走了 就是你的增加 那么那要是换换 美国那为什么他不搞呢 他光强迫别人升值 他为什么不搞自己的贬值呢 就是说或者他就 就单纯就强迫别人升值就完了嘛 唐先生话你可以反着说 我不贬值我自己 我是觉得这个 贬值总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这他就是意味着掠夺嘛 首先从道义上来讲 你所有相信你的人 你要抢他一把 对不对 我持有美元的人 你把美元贬值了 你不是坑我 我相信你坑我是吧 这个是首先是不道义的 就是或者说是违反上帝法和自然法的 为什么有很多这个经济学者认为 人类应该回到金本位去 那起码你黄金的生产 你不能说是像现在一样 直接一个中央行的政策 就可以把货币生产出来 黄金生产你还得踏踏实实去干吧 对不对 尽管工艺不断前进 那你也是有约束 有生产边界的 现在这个就没有生产边界 像安倍经济学 每年规定2%的同胀率 那个弗里德曼的 扩币主义的这个大师 他建议是4%到5%在美国 他的理论都非常荒唐 就是为了保证就业 为了让这个不通缩 可是金本位时代 那你东西不都是持续下降的吗 那企业家也没有说就破产了 这个是非常不讲的 没有脑子的一种 就不能叫经济学家 我觉得跟早期的小册子作者都差得远 就是完全是站在一个生意人的角度 在想象 在想象这种经济过程 那钱多了 经济就好了 钱少了 经济就差了 我赞成是一个通过通缩的世界 通过通缩的世界 就是说起码证明这个央行没有抢你的钱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说明你的生产是大发展的 一直在持续大发展的 至于你说搞同胞 那是搞猫腻 就是说是对外贬值 加大出口 这是重商主义的 本身是对人民的福祉是没有好处的 对人民的福祉没有好处的 你看所有搞这个货币贬值 搞这个加大出口的 他本国人民的生活实际上都是受损的 这个就不说了吧 麦克 能听到吗 可以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可以 现在清楚吗 清楚啊 您讲啊 我们都等着你说话了 我有三个话题吧 三个问题吧 我就说一下我的想法 我就说一下我的想法 向两位请教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到的 就是说加速内蒙新疆汉化 这个问题呢 我的想法就是说 这是中国共产党 他这个民族 少数民族优先政策的一个失误 那现在呢 这种应该是一种纠正了 因为当时可能对少数民族的 这种优先的政策 或者说优待的政策太过激了 就让这个汉族 有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包括新疆 新疆人啦 包括蒙古人啦 他来到 他没有世俗化 对不对 你如果说你的宗教 你在你的小范围之内 你可以坚持你的宗教 但到了一定的公众场所之后 你应该坚持世俗化吧 那现在可能就是说 在矫正这个问题了 那就是说 是不是优先过正 这是一个问题了 第二个 就是说美国的大选 我的感觉 川普是一定当选了 因为他的美国人优先 我的感觉是白人优先 白人对这种一种忧虑和焦虑也好 失去这个在美国社会这种担心失去这种主导地位吧 所以说他这个口号之后 川普一定会当选 这是一个想法了 那另外一个我就是还有第三最后一个想法 就是说南非 南非当时在黑人获得民主之后 就就就 劣币驱逐良币了 南非应该当时基本属于发达国家 那曼德拉统治 还是很光荣的把南非搞成一个 现在我感觉发展中国家都不能算上 很贫穷 当然那个 习近平也获得了中国是中国曼德拉式人物的一种说法了 这个就是说 我对这三个问题就是说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看法 但不一定正确了 看一看两位老师有什么评价或者指教这个方面 我的问题完了 其实正确不正确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你只要说出你的理由和道理就行了 那有时候历史选择的呢 就是因为意见是多样的 就是历史选择的呢 对多种意见来说也不见得就正确的 历史不选择 你们也不见得就错的 这在多种意见 但最后反正历史选择的呢 最后有话语权 然后呢 说的时间久了 那你就是正确的了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在我觉得在意见空间中没有禁区 我是这么看的啊 回来说呢 加速汉化 其实我前面讲了两个理由 就是共产党人的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呢 就是政治安全角度 就是为了防止政治的民族主义 威胁国家安全 要打掉政治主义 民族主义的一个来源 叫民族 这个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 第二个来源 其实就是现代化 就是要促进少数民族发展 那么 其实假如说啊 这个蒙古族的国家认同不是问题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 就像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 他说这个千人计划 他说我认识几个人 他们真的也不是想背反美国 而当时好像美国社会也鼓励他们去 帮助发展中国家 发展他们就跑到中国去发展了 而中国自己 他们很多研究项目 都是围着美国的项目 分包的项目 而且是中国拿了大钱资助 实际上这些项目本身在中国 是没什么太大意义 就在帮着美国在围绕拿那些美国分包 在帮着美国 那后来我就讲 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当中国不是美国敌人的时候 那你们这些人做的就是帮着美国 在促进盟友啊 在扶贫啊 帮着美国在解决国际秩序中的贫困问题 那现在呢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 他要挑战美国了 要成为被美国认为头号竞争对象的时候 你们就资敌通敌了 就原来是帮助自己阵营中的一部分 在脱贫 现在就变成了资敌和通敌了 其实这就是回到我们家说 其实呢 蒙古新疆这些问题呢 在很多汉人看来 他这一个家 是一个帮助他们现代化的问题 刚才他说要世俗化的问题 但是在蒙古人如果他没有这个国家认同 他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呢 就是汉化 其实现代化不是汉化 对吧 你看中国人现在 汉人现在搞的这些玩意儿 也没几个是中国汉族人自己的东西 也是从西方引进来的 对吧 我跟达喇嘛呢 就是我在95年讨论过这个 你今天不讨论 我们两个当然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他呢 也说现代化呢 是一个趋势 也不是一个什么叫 这个 你现在就现在汉人拿出来这点东西 想去同化少数民族 有几个是汉人的东西 对吧 都是西方的嘛 而且将来你设想 多数这些东西 如果让这些民族自己独立了 大概他们也得引进那些玩意儿 就说好了 这个呢 放一遍 我觉得最主要是处理这个问题呢 还是因为人家不喜欢你 不认同你 所以觉得你是想 用这个方式来消灭我这个民族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关于川普当选这个问题呢 现在到至少到现在分析选情的人来说呢 还是拜登的几率大 可是呢 因为有了2016年这样的一个教训 谁也不能再去说这个话 那么但是 可是有一个什么呢 川普总统呢 在他的阵营中人气旺 拜登总统 拜登这个副总统没有这个人气 为什么 我刚才讲了 之前在投票 拜登的很多这种摇摆票 转到他这来 是因为不喜欢川普总统 恐惧川普总统当选 他真的也不喜欢拜登 所以让他们讲很多理由 所以热爱拜登讲出来 像川普总统阵营中的 那就全套川普总统的 就是你看共和党这个会 就集上来家庭的会议似的 但是大家都很都由衷的感到一种 谁也不去追究这个 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而川普总统说了多少错话 他们都觉得 哎呀就觉得好像都说到自己心里去了 所以在这点上 他的人气旺 可是呢 人气旺还是自己阵营中的人气 所以在最后的选举结果出来之前的时候 简单的看双方阵营中的人气 还是还是没法去判断这个东西 民调这个东西准不准呢 民调只能反映出来 在这个国家大体上 就是要投谁的票 但是投不投票 我相信川普总统阵营中的投票率 会比拜登的要高得多 因为很多人你问他说 我不喜欢川普 所以我要投拜登的票 但是我不会投票 因为我不热爱他 我也不是那么希望他当选 所以这就是呢 我说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民主化之后 可能会带来一些国家存在的问题之后呢 其实搞比较政治发展 比较发展的人都知道一条 你这个国家民主化之前好啊 你民主化之后 基本上你这国家也好 你这个国家民主化之前 很多问题在那个地方 你这个国家民主化 这些问题就全出来了 这个问题不是那些民主化本身带来 是原来一个专制 或者一个不民主的政权在压制之后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民主化 亚洲四小龙像南韩和台湾 你看民主化之后 虽然他们地震上也有一些地震 但基本上他们的经济发展呢 还是速度不错的 而他们这个速度的回落 基本上可以看作是 在一个国家 这一个地区越来越接近 发达的这个行列之后 他的速度回落是正常的 就像习近平一开始提新常态 他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 当中国住过了中等收入之后 发展速度会有正常的回落 这时候创新就更重要了 你学的赶超的这个东西呢 就分量越来越不重要 所以像但是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没有一个政治学家说 民主化就promise 或者许诺你有经济发展 民主化就是许诺一个比较公平的 国家管理制度 国家政治制度要比较合理工程 至于这个你这个国家 在现在一个更公正的一个制度 是不是带来经济上的效益 是不是带来社会治安上的 这个在某种上不是民主考虑的 但是在世界政治上 是大概十多年前有一篇文章 他是你看美国人 他说要基于比较数据问题 他说基本上一个新的制度 开始产生的时候呢 这个制度的直接的后果 我们不好确定 但是统计数据告诉我们 一个民主的包容的制度 持续时间越长 他解决问题的概率就越大 而这个专制的政权呢 他可以把问题压制着 但是他压制时间越长 到以后这些问题爆发的时候 他的灾难性后果就越大 他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跟我们 日常的直觉和常识的 这种感觉是比较靠谱的 就是说专制社会比民主社会 是可以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说呢 他让这个危机啊 好像得到了控制 但是他的每一次控制危机的努力 都是为更大的危机创造条件 因为他不是在解决问题 他是要解决那些 要解决问题的人 跟他采取不一样方案的人 这样就使得这个民族失去了 真正的解决民族的机会 除非这个方案就掌握在统治的时候 这个概率很小 那么在一个民主社会呢 他把问题都暴露出来之后呢 他这些问题可能确确实实 意识上你很乱心烦意乱 可是呢 他这个问题暴露出来充分表达之后 当谁也不能用强迫别人接受 他就创造了一个条件 给人们创造寻找解决问题方案的机会 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 与其说是不断发现进步在发展 不如说不断的试错在发展 这个我觉得题话应该更现实 很好 明明 你好 金刀博士好 西关先生好 你好 这个关于汉化这个问题啊 这里边有两个点啊 一个呢 是最近实行的这个是在民主语言授课的学校 民主语言授课啊 这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就是 就是 用他们自己本身语言授课的这些学校 有三个科目使用全国通用的课本 这个我觉得 很多其他地方都已经实施了 突然在这个时候说 是什么加强汉化 我认为不是的 就比如说 原来他们的语文课呢 他们叫做汉语课 现在呢 就使用和汉族学校一样的语文课本 然后还有一个是 道德和法治 另外一个是历史 这三个科目呢 使用全国统一的课本 这个我觉得 并不是什么加速汉化 这个只是 加速融合 这个倒是可以的 要不然 就比如说 你在美国学 学英语吧 你去一个 西利亚的 西利亚族群的 学校学英语好呢 还是去哈佛学英语好呢 就是从 课材编制 从人才方面来说 你编一个 汉语的课本 和编一个语文的课本 谁的水平更高 这个显而易见 对不对 然后就是关于 旭光先生说的 这个奥地利协派 这个通缩 他支持 通缩的 这个经济状态 我认为 不管是种商种农 还是马克思 还是凯恩斯 还是奥地利 这些十几个经济学派 他们都在不同时期 进入到一个社会的主流 然后他们都成功过 他们都失败过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 就是在一个 生产 商品相对不足的状态下 运行的一个 一个经济制度 或者说 经济理论 但是现在人类社会 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 就是像赫拉利 那个《简史三部期》里边 说到的 人类社会 已经出现了 一个必然的现象 就是说 它的生产高度的 风足以后 必然会出现 大量的剩余的人口 这些人口就必然的 他们没有作用 但是他们是人 那以后就是 这个社会是要考虑 是怎么样的分配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 以前英特尔 它的固锐期和 它要分几个档次 就是它的 它的那个 频率不一样 有高频有低频 那么 那个速度高的呢 它成本反而低 那个速度低的呢 成本高为什么呢 因为它必须再加一道工序 就是把它一个通路给封掉 让它速度降低下来 那你要加一个 加一个工序 那就等于这个 成本高的东西呢 它反而卖的价格是低的 以后的人类社会 也是这样子的 你不得不呢 去把这个生产效率降下来 才能保证你的 这些生产企业的利润 所以在出现这种情况下边 那如果从一个人类大统 他这儿的网络好像有点问题了 肯定你以后要养得越来越多 没用的人的 因为你大家都来生产 那些生产人 喂 我这里网络是很不容易 好了好了 喂 好吧 希望你来吧先 好好好 他这个第二问题 我先说 第一 那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说你这个问题了 就是他这个第二问题呢 首先来说经济学流派很多 但是呢 这些流派基本上在微观经济学上 都是一致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 或者说除了非常古老的 这个经济学革命之前 1870年经济学革命之前 各种稀奇古怪的流派都有啊 都认为是在讲经济学 但是1870年之后 主观主义经济学 缺略下来之后 基本微观经济学 大家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包括在国内那些 教马克思主义的 教马克思经济学的 他们也认可这个东西 教归教 这个 这个学问归学问啊 首先 就讲 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 不管是什么芝加哥啊 奥派啊 还是这个 这个新制度 他们对这个微观经济学的 这个 都是认可 叫大学一年级 那个基础课本 基本上内容差不多啊 这个不会有意义 不会有意义 那么刚才这个 明先生实际上 我觉得他很多话是 超出了这个 超纲的 就超出大学 经济学课本 这些内容 就是 是跟他有相反的 相反的结论 比如说这个 呃 产品极大丰富 只要一个东西 你需要花钱买 或者你需要付出努力 才要得到它 它就是稀缺的 它就是稀缺 这个标准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只需要 只什么东西 只需要你去 只要你需要付出努力 或者花钱去得到它 它就是稀缺的 它就不是无限量了 啊 就像在太空 你要得到空气一样 但是在地球上来讲 我想 呃 这个 这个基本上 成了一个废话 就是说 如果没人要的东西 生的 也不会有人生产了 也不会有人生产 你会看到 无数的 品类的东西 已经没有人生产了 过去手工业的 很多东西 没人生产了 没人要了 对 但是没人要了 不是因为 他花时间更多 啊 他的工艺更复杂 除非个别收藏家 对不对 但是呢 他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 而现在呢 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这个经济学之所以荒唐 荒唐是因为他建立在这客观价值论上的啊 他不是站在人们的需要上 而说我 我生产了 我费了努力 他就是有价值的 这肯定是错的嘛 你你画再大价值 这个没人需要 他是一文不值 一文不值 他就是没有价值的啊 你可能花费了很大价值去生产它啊 但是他一文不值 那从人性上来讲 就是呃 我看不到有那么一天 就说呃 人不需要这个呃 任何东西都是顺手可得 那那这不可能呢 因为创新什么 创新就带来新的稀缺的东西 所以稀缺东西 就是说供过于供不应求的 我创新带出来的东西 你想不想要啊 那这个时候你要花大价钱 对不对 所以你像一个呃 老的摩托拉的手机呃 那大哥大 他得花多少钱呢 恨不得一套房子五万块钱 但是现在的一个苹果机 一个智能手机多少钱 所以这跟制造成本没有任何关系 他就是因时因地一直在变化 就是跟供需有变 供需有有变化的 就是刚才君涛博士说 很多问题 譬如说在中美和睦的时候 你你跟中国做生意是个什么状态 如果跟中美打起仗来了 你在做生意又是什么状态 所以这个是都价值判断 都会发生变化 当然你可以保持一个永恒的价值判断 就像马克思说 啊那那 应该保证每个人都吃暖啊 呃就穿暖 呃都都都吃好 那这个应该谁来支付呢 你说全人类支付 你怎么让全人类支付呢 我现在看得到的 就是民族国家有这个能力 或者小共同体有这个呢 一个家庭有这个能力 就是你呃 但是他一个家庭 他不对别的家庭付义务 一个共同体不给别的共同体付义务 一个主权国家不给另外一个主权国家付义务 这个就是现实 就是说最后发现这个公民 呃 公民待遇也是一个稀缺产品 也是一个稀缺 你也需要努力得到 可能付出的不是金钱 对不对 所以我想呢 就是说人类是人类只要在 他永远是呃有稀缺的东西 需要你去努力 需要你追求 那这样的话就解释了 就是说如果是你个农业时代人 他会看看工业时代人 简直是穷遮遇遇啊 那工业时代人看高科技时代人 简直疯了 对不对 因为工人们都失业了 而你们那些搞奇迹引巧的 玩游戏的人把钱赚了 他会觉得非常想不通 所以但是我讲未来还会有你想不通的 对不对 像像那个呃 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老板 他搞这个灯灯火星旅行 那不吃饱了撑的吗 我告诉你 就是吃饱了撑的 这就是人类需求 那可能未来有一天 这个人类大部分都是吃饱了撑的 他干什么 就干这些啊 相反就是吃喝这些需求很容易很容易 在他的这个在他这个需求里头 他他可能是基本需求 但是他付出代价非常非常小 就是因为生产高度发达 所以生产力往上发达 永远不是一个坏事情 创新永远不是坏事情 但是他肯定会摧毁到那些 雇不自封的供应者 因为社会不需要你了 没有消费群体 那你还不退潮吗 但是退潮以后可能会带来资本家 想跳楼 这个工人会失业 这个转型成本谁来支付 那在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说 那你自己来支付吧 但一个封建社会 他就说 我封建体来保护你 那现代国家来说 国家给你一个转型的一个支付 不让你在短期内陷入困顿 大概其就是这样 我觉得咱要探讨经济学问题 就基本上就在大学一年级 那个西方进学教材 微观进学部分就可以得到了 没必要自己在那想 或者说拿马克思那套东西来对 我是不是说完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民族这个问题呢 我还是这个观念 就是说实际上 因为现在呢 蒙古人呢 对汉族呢 对共产党的政权吧 对共产党政权他有看法 所以就所有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这种贬义 都会认为他是你在想消灭我这个蒙古民族 你说共产党是不是真想消灭蒙古民族 以我对他们了解呀 如果有一个忠心拥护共产党的蒙古民族 让他们穿着蒙古服装 天天跳着武汉 习近平万岁 其实习近平会心滑怒放的 但是如果假如说 他现在觉得非我族裂欺心必毅 那也有一些很极端的人 就是可能觉得蒙古特要民族呢 咱们应该采取各种各样限制主义的措施 把它融合到汉人中间来 各种人都有 我相信他也不是一个单一的铁板 但这个问题没这么太大意 就是说关键就是人家是不是觉得受压 或是人家的主观感受问题 这是一个好了 我今天说这么多 而且呢人家有权利产生这种感受 就表述这种感受 第二就是关于呢 这个就是刚才 刚才旭光先生解释 我是比较同意呢 就是按照现在的解释啊 就是旭光先生这个解释呢 就是就是应该是一个解释 但是呢 我也讲说 其实呢 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政策呀 他不许诺一定贯彻什么经济哲学 他就是一堆哲学的杂会 站在正家角度 就是他为了自己的 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一些考量 他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学派的东西 很奇怪的给综合在一起 在一些学派看来很奇怪 很荒唐 另一学派就会看来呢 好像是很很很这个很有创意 总之呢 这些这个实际的经济政策 和实际的制度的选择呢 不是哪一个经济学派来决定的 但是哪个经济学派 不能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不过我自己还是说呢 随着物质财富的 这种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提升 那么这个能力提升之后呢 原来是稀缺的 现在不是稀缺了 原来不是稀缺的 对吧 现在我们刚才讲空气 空气现在开始要 好空气现在要开始变成稀缺了 可能将来要花钱了 那么这些呢 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就是我们还是要问的 哪一种制度有助于促成这个变化 其实旭光先生讲到了 就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制度中 你是可能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但是还有一些很正的 三观很正的东西 也在发展着 而且你想不出来哪一个制度 会比现在的这个自由竞争的制度 可以更好的去实施 人类社会的这种转换 比如当一个生产力提高的时候 当一种产品丰富 因为原来不稀缺 产品变成稀缺的时候 哪一种制度能够让人类 能够创造技术 做出制度安排来解决这问题 帮助人们去调试自己的 原来不适合的心态 对吧 来解决这些问题 像我们讲 你记得像这个 那时候说 这个一个农村的一个土财主 进了城市 我看见这个女的 光着这个穿着旗袍 大腿露出来 她一下心脏病发作就死掉了 这种人的就是要调整的心态 他不能因为他不喜欢 就要让那些人都要再穿上 这个农村的妇女的一个服装 好 后面还有四位举手的 那咱们就赶紧快速 对 把这四位都安排完 我们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第一位 请大家都简短一些 第一位 小雨 好 谢谢主持人 嘉宾 各位网友好 我纠正一下 刚才前面两位网友讲的问题 第一个网友讲的什么世俗化 还是宗教化 我讲一下蒙古族 他虽然是信奉喇嘛教 但是他已经完全没有那种 虔诚到在社会生活当中 也要把这个宗教仪式 或者宗教的那个方方面面 去表现出来的 已经完全没有了 基本上是世俗化的 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说什么 一定要在中国内蒙古 搞什么宗教化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的 第二个刚才那个网友讲的 什么蒙生和汉语生 就是说有三门课 从蒙古语改为汉语 我也要纠正一下 就是说原来 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学生 是分两种的 一种叫汉语授课生 一种叫蒙语授课生 这个汉语授课生 是所有的语言都用汉语 所有的课程 蒙语授课生是所有的课 不是说你说的那三门课 而是所有的课 他都要用蒙语授课 而且他高考是蒙语试卷 那你现在推行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如果像刚才网友说的 这就其他课都没变 就这三门课 好 那现在为什么反弹这么大 它有很多的原因 比如说有诗字的问题 你很多课程 你什么道德什么的 你去找一个汉语老师来讲 他一点不懂蒙语的话 他没办法给那些蒙语生讲课的 因为那些蒙语生 他们的汉语可能那个水平是非常低的 因为他原来有汉语高考的这一条路 或者是他不高考 他原来就没有这个打算高考的 那他的那个授课全部都是这个蒙语授课的 所以首先就有这个师资的问题 然后再说家长和学生的意愿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就不想展开了说了啊 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这种强行推行汉语教育的这种事啊 如果政府说我们就要大一统 所有人都要一种文字 一种思想 一个那个不要有什么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这个文化 自己的文字啊 如果你推行的是这个 那作为弱势民族 那肯定我们没话说 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的啊 这个欧洲在这个苏联的枪口下 那他可能也做出一些迫不得已的妥协 那这样我没话说啊 但如果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嘉宾 还有这个网友都说啊 我们就帮着你们发展 好 那如果你要说你帮着我发展 我想到的就是澳洲的那个 Solent Generation 对不对 澳洲那么多的孩子 都是以为了让孩子 得到更好教育的名义 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了 那你现在做的就是啊 我们要帮助你们少数民族发展 我们要让你们更现代 我们要让你们更有科技 所以你们不要用自己的语言了 都用汉语吧 那这个我觉得我能想到 刚才大家去想说 这个是为少数民族好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澳洲的这个 被偷到 被像什么 就是Solent Generation 这个现在是澳洲的国持啊 每年五月份都要道歉的呀 那你要是这样去帮助少数民族的话 我就没话说了 我讲完了 好谢谢 我回应吧 就我是觉得这个小小这个说法非常好 就说实际上呢 我的看法就是我给他罗列出 才有两个理由 但是在我看来呀 现代化的也根本就不是一个非宗教化理由 我认为这人愿意过宗教生活 还是愿意过现代生活 应当是自己选择的权利 他就是也根本就没有 我们也不要需要说 现在其实他的宗教已经很世俗了 我觉得没有不要做 他愿意过一个非常古朴的宗教 对吧 愿意去进入这种 打了喇嘛 这个不是打喇嘛 就是说喇嘛教的这样 去沉思去 我认为都是他的权利 应当尊重他的权利 这是让人 让每个人自己去选择 国家不要去强行推行 这是我的观点 只不过就是说呢 这个旭光先生让我来解读 我得先来解读 他的道理是什么 然后我再讲说 其实我是不同意这些东西的 就是这个现代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而且未必是这个人家可以接受的这种手段 另外一个汉化也是这样的 你因为你站在这个主体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他更愿意过一种这个非现代化的生活 这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 另外从法治上来讲 显然你那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 那自治区政府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也都很清楚 好 下一位这个黄丽萍 黄先生 谢谢许光 我想来批判一下 尊涛在千转计会上的何熙林 尊涛说是这个中美这个科技交流 是因为政治的变化 所以他们是那可害事的意思 我想先正面的说一下中美科技交流的 三个可以接受的心态 一个就是说中美各家的合作项目 比如说我了解的就是直到今天 帕夫其量的教授 MGH和Bake Woman的霸台医生 还在中国工作 有不少 就是说可是双方所有协议的一种合作项目 两个还有很多这种 这个是对双方都有益的 对吧 这是一类 第二类是正常的这个科技交流 特别是这边的大学教授 主要是到中国去讲学 对吧 去担心访问 甚至工作 去去工作 有很多都是免费的 这也是对的 第三种 其实就是说过人教授 因为他在千转计划 中国的有需求 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 那么他在这边学校申报 并且得到学校这边的雇举的谅解 然后他讲一些工作 得到福利的报酬 那么回来也报税 都没有问题 这些东西现在还在进行 那么我就是在疫情之前 我碰到那个哈佛公共卫生 学院的院长 他就说 没有很多人在中国 和印度在工作 这个就是说 他们是做流行病的 对吧 这个一直是没有问题 只是对于做精神没有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 我想讲一个非常固体的事实 在中国开始渴望向美国学习的时候 哈佛金管学院 弄了一个项目 那个还没有签计计划 90年代末 那么就是说想起美国的金管学院的好的教授 其实这样说 去的年薪是100万人民币 当时是很高了 当时清华的教授也就20多万 那么就有美国四个华人教授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他们一起联手去工作一个 夏天三学期 他们就占了一个位置 把100万人民币拿走了 还有更多的是 在国内监了三个职 四个职 五个职 就是说拿了很多钱走了 然后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贡献 当然他们把他们在美国做出的科学 和技术的研究很多东西也带回去了 这个中国政府是欢迎的 但是中国在同行院的 这个教授和博士们是乱胜载道 这个非常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邱成龙教授 曾经公开地批判过这些无耻的教授们 多少遍 和大面对我都说过多少遍 就是说他们穷到骨子里面去了 那么反过来 他们对美国的伤害 一个是对美国学校和国家的伤害不言而喻 对不对 这个东西这边一直有威严的 而且其二他们是肆无忌惮的偷税 你看现在抓了这些教授 简短一些 时间很紧张了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最后表着他也就说 我希望像军涛也好 这个和老板也好 都是这个问题上活稀离 我觉得你们要么可以不说 要说就澄清一下 不能有太多的华人的情感 这个不大好 回脚水脚混了 好我讲完了 对好 这个其实丽萍讲的就是 陈述这些人都是应该的 但这些东西跟千人计划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对吧 其实我们在讲的 如果千人计划 在一个就是 因为昨天我一个朋友问我的时候 他就说如果像这个 他有些朋友是千人计划 现在感到就心惊胆战的 好像觉得 我说我在讲这个意思 我说那他们就最好就撤出来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 你原来是什么样动机 其实原来我想呢 就是也是有几个动机在里面 一个呢 就是想这个 就是说美国人想说呢 我们帮助一些落后地方发展 那么有的 像中国的想呢 就说那我们想借助美国的实力 来发展自己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是想赚自己的钱 想赚自己的钱 就会出现像 利平先生说这个 那我觉得这是应该惩罚的 但是那些想帮助中国发展的人 我要说一句 就是说 其实刚才在我这个大背影中 如果假如中国不是美国的 假如不是像习近平这样的 如果这个像 要成为美国的敌人的话 要去挑战美国的话 那当然他要走这条路 那当然你帮着中国发展 那就是会背上另外一个名义 其实说美国政府 拿什么理由来制裁你 那是另一回事 因为美国这个自由社会 有时候他敌人 他也得允许他合法存在 他也得让他存在 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 美国有的是这种敌对的势力 就是在美国要谋求一个合法存在 这美国也就最多 就给他贴上一个标签 你是哪个国家政府的代理人 就完了 因为我们知道 大量的中国记者 在这样往回国 传递是关于美国的虚假信息 抹黑美国 造谣美国 诋毁美国的 在这个华人心中的 在中国人心中印象 那这种人我觉得 应该就应该驱逐出境的 按照正常的这个标准来说 但是呢 美国因为他是合法存在 还得让他存在 所以我同意呢 李平先生这个说法 就是严格的执法 同时我也认为呢 美国社会需要一些新的立法 来禁止这些还合法存在的 但是他们的继续存在 如果当习近平这个独裁 成为美国的这个敌人的时候呢 他要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角度考虑 要有些措施 那我又觉得那些 本来不想在这个中间 中美两国之间呢 就做这样的作用的 这些华人学者 应当看清这样的一个情势 不要再去做过去的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理论 好 三七 三十七 我就是对于前面那个 蒙古的那个 那蒙古的那个语言的问题 我就说一下 我其实立场是这样 就是就说自己立场吧 不谈其他的 就是高考的话 就是完全用汉语 然后少数民族在当地 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然后你可以选择门语教学 但是你参加的最后的考试 还是汉语 因为大学里面肯定没有办法 还是得汉语嘛 这个就像你在美国大学 用英语上课 所以说美国的入学考试 SAT什么的 我印象当中 像GIE SAT 他并没有什么多语言的 他就是英语 所以说高考用汉语 没有什么特殊的 蒙语高考 因为这个高考考出来之后 你这个人 去大学里面 还是不适应的 然后自己有选择的机会 如果你愿意 就是参加蒙语的教学 然后继续放牧 维持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非常简单的问题 那个君涛 你有回应吗 对 我的回应就是说 那么你可以就在那些汉 比如在中国人的这个地方 就推行汉语高学教教育 在蒙古可以设一些大学 如果你真的想帮助人家现代化 就用蒙族语去设一些大学 教授现代知识 人家既能够保持本民族文化 也可以 对吧 就是这个实现现代化 我觉得采取这个方式 就让人们自己选择去 他如果愿意选择汉话 的话 让他去选择汉话 我也跟你讲了 没几个汉话是真的汉话 其实这些汉话说到底 这名考名就是用民族 当地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来考取这个当地的大学的 这是中国很明确的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里面的第36条 已经很明确的写到 民族区域民族自治地区自治机关 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 依照法律规定 决定本地区的教育规划 各籍学校的设置 学制 办学内容 教学内容 教学用语 和招生办法 在第37条 也非常明确地写到了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 有条件应当采用 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 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 小学高年级或者是中学 设汉语课程 它是这样行的 这就已经很明确的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法 是中国人大批准通过的一部法律 刚才我们所述的那些 关于汉语教学 它其实是违反了 民族区域自治法 就按照北京的自己的法律 它都是违反的 前面那两个汉族朋友 在讲到这个民族问题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不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的内容 谢谢 好 星哥这个我们就不回应了 我们那个时间也到了 现在是12点12分 好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君涛博士 谢谢本次节目导播 Sophie小姐 谢谢各位观众 时时收看 谢谢Zoom会议室的朋友们陪伴 现在我们已经度过了愉快的三个小时 请您给本次节目点赞评论 我们会看到 好 节目为您播放到这里 再见 君涛博士 好 再见 这个谢谢大家 还有一句 谢谢 谢谢 虚光先生还没感谢到的 好的 拜拜 so 继续 可以在嗎